iri 辦公宥 跨姓彌,也想去看看T-PO 當然也跟最近出版的這本 《南掉10場P》的小說有關 因為它提供了個非常豐富的步道 我們今天四個人有點要用 自從痘的方式來演出今天的討論 大家都很努力在進行準備喔 那我想我前面講一點點 這個文字也跟在我們的文宣上喔 其實我們從女童社群 從一個歷史的觀點 來重新追尋女童的歷史 我們會看到現在被邊緣化的 劈頭的位子 從來都不是埋入歷史 蠻入塵塵中等好故 也不是化石 她的形貌隨著時間的改變 不斷的豐富不斷的多元 也不斷的滋養著女童的社群 而T婆這樣悦出逸出 異性戀詭造的情慾關係 更是公然的 很像公然違憲那樣的 公然的展現在公共空間當中 那在學術語言裡頭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性感的T婆的設計材料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會有 試圖跳脫學術語言框架的冰板杯 談談看這個部分 希望她今天的努力有成功 也希望大家給她非常大的鼓勵 然後我們也會繼續再談就是 婆的位子 這樣強悍的T婆官司裡的婆 她承載了社會中邊緣的欲望 一個非常弱勢的欲望 拒絕上嫁當時嫁給所謂的社會中的好男人的婆 拋棄了 藉由婚姻制度可以享受的父權的特權 男性的特權 但是她用享受自由的抉擇 在嘲弄著家庭和道德的管束 所以我們說T婆是詩 捧出跨性別的歌 當然我們的歌聲不一定優美 但是我們盡量努力讓大家聽到這個詩語歌聲在哪裡 大家比較早來的人 大概有聽到一個悠揚的音樂 我們師徒讓她比較悠揚 那些音樂就是藍丁石牆裡面貝雷斯 她在寫小說的時候所提到的一些歌曲 所以還主辦當然會很有心 讓大家欣賞這個音樂 不過有人說好沉悶好快睡著了 顯然實在又有點差別 不過我想我們可以體會她中間的內容可能是蠻重要的 我們今天的順序就從我們右手邊開始 我們先請丁乃菲 然後她現在是中央大學英文系 她也是性別語氣的成員 那接著會是白瑞梅 她是在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書 也很關心性別酷兒的底部的議題 所以她會非常努力 如果有一點點部分 可能要靠丁乃菲的小小範圍 但是我想大概應該會跟她非常良好的互動 那接下來就是我 那我代表性別人群協會 以及我旁邊的這位何春瑞 她是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資深成員 創辦成員 常常是最辛苦的那一位 那今天大家他們或是我 都有充分的準備 手上有很多演講稿 但是我想這個用心是希望跟大家來共同互動這個議題 那也很希望等一下不管是新朋友或舊朋友都可以跟我們針對今天的主題來做討論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丁乃菲 謝謝 其實非常非常不擅長唱歌 所以下面可能也都有點同一個雕雕 但是王萍說 對我大概會試圖盡量能夠 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別再重想了一下 就是想要談的 其實主要大概環繞的是 在美國的親國社群的在線 然後公共信 那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 我覺得還在思考中 所以你們大家會聽到有一些東西 還沒有能夠理得那麼的清楚 然後大致上講的一些東西其實是自立整學起來 在一門課裡頭跟一些很可愛的學生一起上課的結果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也要先感謝這門課 跟我一起度過這門課的同學 然後那個過程 過程裡頭其實是很多的討論 然後研究所的一門課 那我現在就開始了 菲律賓的尼爾格爾西亞是一個同志運動 也是作家 菲律賓的尼爾格爾西亞曾經說 馬尼拉都會區的男朋友是Gay 小的時候都曾經是Baklar 娘娘腔男孩 他的意思是說 小的時候曾經非常屬於 而且穿著長相行動 都表現成為一種在當地脈絡 在菲律賓可以清楚辨識的 比較被刻板印象認為是下層階級的性別壞分子 在都會區中產階級的一些資源 比如說教育等等 資源的滋養之下 有可能這樣子的小的時候是Baklar 會長成另外一種或者另外一類的人 那這種在現代中產新人類 具備這種人 比如說他的意思就是說 長成男同志Gay 那Gay作為一種中產新人類 具備現代性別政治意識的人 甚至於是具有女性主義認同的新人類 他看起來會像是任何看過國際媒體的人 都能夠辨識人類的一種男同的激進的運動的男同的形象 他會屬於並且也可以銜接上 國際的同性戀運動 他可能這個時候已經不再像小的時候 那麼明顯的娘娘腔 但是他開始走上馬尼拉街頭 參與全球同性戀人權運動的同時 遊行隊伍當中 也會有清楚的比較是看起來像是下層階級 在鄰近的勞動階層社區的美容院做美容師的Baklar 參加遊行 那這些Baklar 反而可能被外國記者 鎖定為較有在地色彩的同志 但是也有可能走在他身邊的看起來 四方地菲律賓生長 可是看起來比較像國際媒體裡頭那樣子的Gay 都會中產的Gay和Baklar之間 可能已經沒有太多的來往和關係 這個也是一種可能 他們會去不同的地方玩耍 認同於不相同也不對等的性別政治系統 那Gay可能比較有國際觀 比較有運動立場 比較懂得爭取公民權也一定會走上 比較激進一定會走上街頭爭取公民權 他比較具有政治性 可是Baklar可能很容易被看成是一種化石 複製著各種老舊的意識形態 例如真的覺得自己體內 這個是他舉的一個例子 有真與性的靈魂等等 沒有正確的性別平等意識 甚至於充滿了自恨的暴力之氣 不懂得爭取自己作為性主體的公民權 還留連於一種被認知被看待成是前現代的 沒有恰當語言的性別主體自我認知裡 那這兩種身份 在像台灣和菲律賓這些 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後主義 就是很混雜的時空很混雜的一種地區 可能存活於同一個身體當中 就是這是兩種身份 可是可能存活於一個身體 這就是Neo Garcia講的 小的色子Baklar長大成一個gay 成為在壓縮的過度快速國家發展 時空裡頭長成的一種怪胎主體 但是他也可能是兩類的人 甚至於是兩個社會時空和階級資源 滋養出來的男女同性戀 在富裕的第一世界 比如說像美國 這兩種同性戀 似乎比較有空間和時間 結合慢慢發展成為一種全國性 甚至於全球性的同性戀運動和文化 這個運動和文化的起步和之後的一種發展 與70年代的女性主義 尤其是當時美國的女性主義和富裕陣營中的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有密切的關聯 那這點我會稍微很簡單的講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關聯性 70年代後期 美國女性主義和富裕論述陣營裡頭 女同性戀和黑人女性 對於主流富裕中的恐懼同性戀和種族歧視 提出了非常尖銳的批判 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包括Adrian Rich和Audrey Lord 兩個到今天仍然屬於 跨太別女性主義者 也包括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 論述中最常引用的兩個作者 這一波批判論述 就是Adrian Rich和Audrey Lord 所代表的這波批判論述 對於富裕的批判論述 集結並凝聚了一種思維 這種思維早已流傳於更為早期的 都會知識階級女同性戀讀書會 在美國和運動組織當中 也就是所謂的女人愛女人 那最著名的說法就是 Adrian Rich的那條 Nestine Continuum 女人愛女人女人連線 這樣子的一種運動立場和理論基調 女人愛女人認同女人的說法 後來不僅成為美國全國女性主義 和富裕的論述和運動基調 同時也成為正在起步的 全國女同性戀運動的一種基礎思維 在往後的30年當中 就是大約從70年代到90年代 甚至於擴展翻譯成為 具全球普遍效力的一種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主張 在台灣這種 以這幾位作者為核心的論述和立場 正是在90年代初期 台北自治權女性主義在你裡頭出現跟擴散 那這種說法現在已經普遍被接受 和認知為某一種 甚至於具有跨時代跨空間的一種真理 甚至於性別政治的倫理 它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來源和色性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發源於女同性戀 對於主流富裕的一種反制一種批判 這樣子的一種來源還有就是它 其實書寫這些理論的很清楚 他們的理論是直基於女同性戀的一種生活脈絡 這樣子的一種來源和脈絡 其實是被忘記的 那被忘記的過程裡頭呢 這個時候反而是這種子色性 早已經被淡化被忘記 以致一類甚至於排聚同性戀的女性主義復運者 也可能自信自許為愛女人的女人 也就是非常自信地說我也愛女人 這個時候反而是女同性戀跟性工作者可能出了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女人愛女人 可是有一種女人可能我們有一點難以愛 那疼是她們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也就是說在一個擴散的過程裡頭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其實有可能發生 那是不夠這些人出的問題是什麼呢 她們是不夠愛自己作為女人的女人吧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這個女人的類別出現了一種特定性 一種難以轉化到某一種邊緣的類別上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女人愛女人這種說法又長期 我覺得更需要去仔細思考的 正是因為她長期深遠影響了 我幾乎會說成球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論述和運動立場 可是當然這個成球也就是英文論述所及的那個所謂的成球 也就是說英文論述英文女性主義理論的擴散造就了一種成球的效果 運動立場和運動觀 那今天我特別就要提到兩本書 對 其實非常抱歉 這簡直聽起來越來越就是可能有點沉悶 所以請你們就有一點點耐心我就沉悶的講完 然後明明這樣我會講非常有趣的好玩的部分 九陰年代初期 對 那今天我就到兩本書 然後我會設法講得很清楚 就是設法講清楚為什麼這樣子的一個定義 可能有一點點重要 九陰年代初期 美國出版的一本獲獎的 美國女同性戀百年生活史 做的是Federman 女人愛女人的論述立場和認知觀點 成為整部歷史書寫的基調和主軸 那很清楚這部歷史在線的百年以來 美國女同性戀面貌 著重的是知識都會階級的女女連結 女女相知相愛 例如十九世紀 他就追溯到十九世紀末期 書信資料中的女女情慾關係 盡量挖掘躲藏在各個中產或者中少層家庭裡頭的女人 如何跟他們的女友之間寫了一些非常非常情色跟好看的一些信 那就盡量挖掘這樣子的一些史料 還有二十世紀中以後的 然後就十九世紀末爾 然後二十世紀中以後的女資資階層女同性戀運動的風起英勇 就跟這樣子就是等於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發展路途 同時可能有的一個問題就是十九世紀不識字下層階級 例如女部等之間的女女關係 因為沒有文字史料可能真的有一點難發覺 但是二十世紀前半期 也就是一九二零年代到一九五六零年代之間 長達三四十年在美國各處零星的工業城鎮當中 可以看得見的在都會區中已經出現了聚集了有活動 而且長達三四十年之久的 可以看得見的勞動階級的BitchFan伴侶關係 和他們出入的酒吧公共場所 卻在這一部百年女同性戀生活史當中 非常清楚的擺放在一個性質上是不名譽的 必須走出的 時間上很清楚屬於過去的 不屬於當下現在的 空間上更是躲在都會裡頭 不太乾淨 絕不高雅 沒有文化 也就是沒有可辨識的中產文化的角落 於是在兩戰之間和之後工業城鎮中 勞動階級和低階級 低階薪水階級的BitchFan伴侶同性戀 公共的充滿信譽的生活模太和文化 在這部歷史的書寫觀照之下 被編譯為因為屬於勞動階級 因此跳脫不出勞動階級男女異性戀文化的刻板和舊草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書寫者的某一種態度就變成 因為他們比較是勞動階級 所以比較沒有文化資源 所以他們只好模仿勞動階級的男女生活模太 所以才會變成那樣 那遠不如中產階級女同性戀 因為中產階級的主流優勢所可能突破的 不論是生活或是性愛的男女性別刻板模式 而勞動階級BitchFan文化的酒吧場所 更被書寫為危險的境地 低階女同在沒有其他文化資源的情況下 不得不去的問題場所 也就是說他們如果又選擇更好選擇 像中產階級他們就不會那樣 其中的危險包括酗酒打架 還有警察的合法國家暴力 那這部歷史充滿了女人愛女人的思維 可是卻也同時充滿了中產階級 很大的一種偏見和盲點 女人愛女人根本上的中產階級 知識階級 中產知識階級的屬性和偏向非常的彰顯 凡是中產階級女性的才可以算是資源 也就是說不管文化的生活的性別資源的 性別符號的 只要是中產階級的比較算是資源 那不屬於中產階級女性的 那個連文化都稱不上 那個一定是模仿 那於是女人能夠對等愛得到的女人 唯有具備中產條件和資歷的女人 凡是不屬於這個框架和帥籌軌跡的女人呢 只得以憐憫的 期許她努力向上多多自愛的愛她 就是說愛她的方式就變得有點期許 那這個書寫剃頭文化的態度也有點像這樣 如果她有這麼好的選擇 她們應該不敘酒然後不再去這些地方 若是連長相都難以辨識性別屬性呢 可能就更難愛的道理 那這裡頭有兩個問題也可以說是全球 某一種全球女童運動開展和走向的問題 那我想就是透過這一部歷史 還有另外一部歷史帶出來 另外一部歷史是 是Kennedy和Davis的一部口述歷史 那可以這部口述歷史跟剛剛這部百年旅童生活史 其實出現的時間差個一年 都在90年代初期 那這部Kennedy和Davis這部等於有一點晚一點出來 她有點回應 部分回應和駁斥了菲德門這種 比較以中產、知識、女性主義、女童性戀 為歷史主角和終極總向目標的一部歷史 她的重點是美國水牛城30 Buffalo 30到50年代 Bush Fam社群的一個部口述歷史 那這兩個問題我想提出來的 一個是關於公共性 那另外一個是關於個人和社群 Kennedy和Davis的這部歷史 口述歷史非常細緻精彩 那非常可以和藍調石牆T一起讀 這部歷史在線的正式藍調石牆T 成活的那個部分時空脈絡 她的一種廣角的寫照 美國北部二十世紀中葉 一個工業城鎮中 藍領的Bush Fam女童性戀 環繞酒吧的生活實踐和身材政治 那這本書為美國全國性的男女童性戀 公民權運動興起之前 已經有三四十年歷史的勞動階級 Bush Fam酒吧文化 作為性別政治和歷史定位的一種平反 作者們以為 這是兩個作者 作者們以為 早在三零到五零年代的Bush Fam酒吧文化 必須看成是現代統治公民權運動的 一種暖身和前驅 那事實上Stonewall那個決定性的歷史事件 發生的當下跟當時 反抗的首當其衝反抗警察的 對警察進行反抗的就是一批 就是 就是一批Bar裡頭的T和Queen Bush和Queen 那其實從某一個觀點 他們的生成脈絡就是早在這個之前 早在Stonewall之前 大概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一個 在各個或者很多工業城鎮 大一個工業城鎮都有的 這樣子的一個酒吧文化 那這個酒吧文化孕育茁壯的 一種集體社群的Bush Fam身份認同 和信譽政治意識 更是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裡頭 很重要的怪胎信譽生命實踐 這裡的Bush Fam社群 根據這兩位作者 是一種公共的 就是早在 比如說192、30年代 公共的 每晚在酒吧空間裡頭展演的 充滿性慾表態和性慾挑逗 情慾挑逗的社群集體意識和主體性 也就是說在美國主流中產女性 在1920到1930到1950年代 多數處於性慾的一種高壓壓抑 非常家勤化domestic的狀態的時候 有的甚至於關在一夫妻 小家庭的私密空間裡頭 早已經有好些勞動階級的 不男不女的性別壞分子 還有慾望這種性別壞分子 怎麼也不太像正典女人的 但彈聚在都會的所謂聲色場所裡頭 進行著公共的性慾展演和挑逗 那這種年代 這種社會邊緣衝進 有人在書裡頭就問 在這部口述歷史裡頭有人就問 為什麼在這麼高壓的一個年代 在中產階級這麼進步 這麼走不出家庭的一個年代 怎麼可能有這樣子的一個社群 不但存活下來 才三四十年之久 而且特別問到的是 為什麼還有分會留下來 為什麼有一些分會往上爬 向上任同嫁人 但還是會有人留下來 那裡頭 口述歷史裡頭有一個butch就說 為了自由和快樂吧 就是為了自由和快樂 freedom and fun 那我以為 這個butch在回答裡頭說的這個 freedom and fun 這個自由和快樂 已經隱含了對於 嚴守公司領域之分的中產女性的普遍處境 其實就是一種直接的批判 那這個可能是王萍待會兒會提到 所謂不滿現狀的婆 也明白說出 也就是說你那個年代在美國顯然有 和收入的收回分為中 那也絕對就是說 藍釣石牆壁裡頭 將這種每日無時無刻存在的一種收入 從最小的細節到最大的體制的那種 那種排具跟壓制 其實描寫的非常非常深刻 那甚至於後來初期的同志運動展開之後 仍然難以開口說出這樣子的群體 群體裡頭找出的那個butch fan 其實很長一段時期都難以說出自己的經歷和感受 那這個社群和社群中的個別主體 其實早已預兆了40年之後 就是從70年代到現在 我們如果算是差不多40年代 40年之後 怪胎女性主義對於性和性別的多樣化重新思考 卻也驗證了運動和論述資源 遲遲無法面對 沒有辦法批判跳脫 我們自己出身的那種中產思思 中產思思的階級軌跡和翻臨 那反諷或吊詭的是 充分展露不合法性欲模態和關係的 butch fan社群和主體 每天在日常生活時間 已經公共的對抗公權力 以各種不同形式 他們所遭遇的暴力脅迫收入也非常多樣化 那在另一個時空裡頭 有些可能比較嚴守公司領域 對於私密信譽展現監督控管規訓的 中產有資源的同志 則致力於形成另一種 比較符合公民社會組織形態的 新運動社群爭取公民權 那可能我有一點想要拉出來的 就是這兩種社群 如果在第一世界已經發生了 特定的一種矛盾和關係 有沒有可能我們在另外一種時空裡頭 在一個更壓縮的時空 可能在我們身邊或我們自己身上 都可以看到這種雙重性 那這兩種社群的關聯和關係和矛盾 可能可以更為認真 我們謝謝丁乃菲的談話 我覺得他很努力 不過也蠻有一點 我覺得也許他會互動總 大家可以拋出一些問題 逼迫他把他講得更色情一點 或更白話一點 不過可以提醒一下 因為常常必須做個交代 因為其實就是在他文章論述的時候 在他談的時候 他常常會用文章飯 他就直接這樣講 那在台灣我們通常會說T跟婆 所以要讓他說飯飯飯 有的人可能是說像飯 這個是我的意思 然後特別小小的補充說明 那我們接下來請白瑞梅 每次要講中文都很緊張 所以請養養我 我會很努力 可是以後可能會需要講中文 然後丁乃菲會很努力 所以開始的時候我要開始講T的印象 T的印象是 喔形象 T的形象 T的形象 因為T的形象是一個很長的形象 而且T的形象是很有吸引力 至少對某一些人來講 它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形象 但是T的形象也是非常無明的 被看在 被看在 就是T的印象會被看成不正常 性別認同不正常 然後那個性別認同不正常 是把T的可能性行為不正常的地方 變成比較可以看得見 所以一方面是性別 一方面是性別 一方面是性 那我要講的是這個 這個性上 這個很長的性上是 包括她的吸引力跟她的無明 這個印象是年輕的 年輕的怪胎的女生都會面對 我的意思是 不管你是T或者不是T 小的時候都要面對這個印象 這個性上 那面對這個性上的話 的翻譯 的回應 不只是有一個 我想到四個可能性的回應 第一個是認同 就是面對T的心上的時候 一個翻譯可能是 可能是認同 就是開始說自己怎麼樣 還是開始表現自己的T的身分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翻譯是不認同 就是覺得那個不是我 那那個不認同 可能是因為覺得自己是我 還是自己是部分 還是自己是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能性 就是不覺得自己是T 那另外是排去 排去 排去 排去可能在 排去 排去在表面上可能跟不認同很相似 可是其實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排去 排去 排去 排去的話 排去的話我的意思是 因為那個愚民 所以不太能夠接受 不太能夠覺得自己的身上 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 其實有一點不能夠接受自己可能是一個T 還是自己可能是一個T 還是自己可能是欲望T 還是不能夠接受 有與同性戀的一種 位置是T的位置 那 第四個可能翻譯的方法是欲望 就是 就是 面對那個T的形象的時候 你可能是欲望那個形象 那那個 所以比較準來講 那個是佛的位置 可是還是可能有其他的位置 部分可能是欲望T 或者T可能是欲望T 雖然我沒有聽說過 可是 可能有這個可能性 還有男生 還有男生可能是欲望T 吧 那 T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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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清楚 但是佛的欲望 我覺得佛的欲望 是比較不清楚的 就是 比較難看到一個欲望 然後覺得自己是這個佛的位置 因為佛的欲望 跟疑心戀的形象 比較難分得開 如果要講外表的話 就比較難說 佛的外表應該是怎麼樣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佛是可以按照欲望 來認同自己的 有同性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覺得 大家都已經夠累了 所以我以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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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xt 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I've been told to speak more slowly OK I'm too happy to speak English So I started speaking quickly OK OK Now Why are we talking about the word Why do I want to talk about bullet and film or tea and pool If anybody could desire a tea for example Then why is it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tea and pool Why not talk about If we talk about queer women Why not talk about lesbian Now lesbian Now lesbian is an important term to use When you need to talk about all queer women It's a word that puts all queer women in the same category And sometimes it's important to do that So that's when it's important to use the word lesbian However when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s among lesbians Then we need to use a more specific language Emie's question sofa ed up in a dictionary If there's no question If they need to take words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If there is no place Choice UEFI If there are women I want to talk about it Wesley IP Shina If there is no place 如果我們要開始談女動性戀這個範疇裡頭的差異 我們就需要更進一步更精準的迷惠。 Now, I think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lesbians that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language in order to talk about them and understand them. And I'll just talk about two kinds of differences today. One is gender identity and one is object of desire. For gender identity, the differences are important for two reasons. The first reason is self-understanding. If you are a woman and your gender identity is very feminist, then your whole process of self-understanding will be different from a woman whose gender identity is not very feminine or more masculine. A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ose kinds of differences. 為什麼非常重要就是需要 當我們要談到女同性戀之內之間的差異的時候 為什麼很重要需要一種語言來進一步理解 才要分兩個部分來談 一個就是性別身份 另外一個就是欲望對象 那在性別身份這個部分 它說這個關乎自我理解 如果我們生出來是生理性別女人 而非常女性化的話 或認同於女性化 既定的女性化範疇 那那樣子的一個自我理解的過程 就會非常不同於生理性別女性化 可是過程和認同都不認同於女性化 而可能是認同於男性化 在這些性別的分別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同樣子的交 遺品相互 assembling 會有的一個效果 是不同的人 the kind of interaction a feminine lesbian will have with the heterosexual world and the kind of interaction a masculine lesbian will have with the heterosexual world is different especially because a feminine lesbian could go to work talk to her colleagues drive home on her scooter or walk home and no one will give her a funny look or think that she is in the wrong bathroom and certainly will not usually question her sexual identity neither her gender identity nor her sexual identity will necessarily be questioned although sometimes it could happen generally speaking it happens less often 這個裡頭這個在性別認同 性別認同和性別身份上很大的一個不同 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女性化的女同性戀和男性化的女同性戀 跟外在世界異性面世界互動之中的一個不同 這個互動會非常不一樣 女性化的女同性戀通常多數不一定是所有 可是通常多數在上班的狀況 開車回家 騎摩托車回家 或者是上廁所的情況 都不會遭到太質疑的眼光 不會在性別或性向上被清楚的質疑 或者是上廁所在性別的質疑 and on the other hand for a masculine lesbian she could possibly run into unfriendly questions however well-disguised or she could be openly questioned about the way she dresses or the way she looks and this could imply something about her sexual behavior and it's something she might have to face depending on what her environment is where she works it's something she may have to face on a daily basis 感知男性化的女同性戀 或陽剛女同 可能會每天無時無刻碰到一些 看似好像沒有什麼友善的問題 可是其實這些問題都可能隱藏了某種不友善 然後這些問題 這些質疑 這些小的問題 可能隨時都在影射一種不正確的性別或性的形象 所以, when a more feminine gendered lesbian and a more masculine gendered lesbian are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hether it's in a friendship or a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se kinds of differences in the daily life and this is just one example there could be other kinds of gendered that would have to be spoken about more specifically for this 這個是為什麼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比較女性化的女同性戀 和比較男性化的女同性戀 要有友誼或者在關係裡頭 要能夠彼此互相理解 這些差異在位置上 跟在互動上 跟在外界互動上的差異 被對待被看待處境 就必須要更為細緻的 以這樣子的性別化女同性戀的位置來談 那可能這不是唯一的兩種性別化 也就是說可能還有其他的 The other difference t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is the difference in the object of desire For a butch woman the object of desire is often a feminine woman and a feminine woman is the general idea that we have of what a woman should look like so you could say that a butch woman is attracted to a woman 另外一個差別 這兩個也就是說T婆的一種差別 就是她的慾望對象 那大致上來說 比較T的女人會慾望的對象 是比較女性化的女人 那因為女性化的女人是 可以稱之為就是女人 都是女性化的女人 所以她認為我們就可以說 T慾望的就是女人 There are a lot of it could be said about this topic about a tea desire for a woman or a tea desire for a femme and maybe during the question period we can talk about this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today is the object of desire for the femme which is a kind of masculinity and because it's a kind of masculinity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one's desire as a femme can sometimes be a difficult process 那環繞者T對於女性化女人的慾望 就是慾望女人這件事其實可以講很多 也就是說T慾望女人 T慾望婆這個話題跟她說 她說也許待會在討論的時候在談 那對於婆來講呢 婆慾望的對象是可能多半是一種男性化 而是一種陽剛特性 那這樣子的一種慾望 會造成婆在自我理解上的困難 這就是不說 that every femme only desires every femme only desires a butch some femmes have multiple desires but the desire for the butch can be one that can be hard to understand because it's a kind of masculinity so often I think it's possible for a femme to be attracted to men or to have sex with men and to enjoy having sex with men but it may not be just exactly the right kind of masculinity that that femme is attracted to and I think that the idea of female masculinity which Judith Halberstam was in Taiwan talking about a few months ago can help some women understand exactly more specifically what the desire that they have is and the word femme can als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at chủ寛淚建立場 那個婆慾望t這樣子的一種 婆不一定只是慾望t 那有些婆也可能有多重的其他種的慾望 那可是對於T的慾望有可能造成一種自我理解上的困擾 或者造成一種理解上的困擾 因為他慾望的是一種特定的陽光性質或者男性化 那這樣子的一種甚至於有些婆 可能可以跟男人異性戀男人有關係有性關係 可是可能他會發現或者他在過程裡頭會覺得 這個不是他要的一種陽光或者男性化 那在這一方面就是前一陣子來過的 就是Halberstam提出的 Female masculinity這樣的一種概念 或者是提過這樣的一種 就是語彙的說法 能夠讓婆更輕易補清她自己的慾望的事情 謝謝 這是為甚麼我認為 聽說T andPore 可以有個用處 可以重視、理 veut maid Us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学习从语练习的解释的语言和语言 的语言和不同意习的语言 是一个融合的语言和的语言 我们在学习的语言 Amy認為這些詞彙的說法可以是一種很好的一種工具 因為它可以幫助女童性戀社群 更為細緻的理解女童性戀之間的性別差異 而這樣的一種詞彙跟說法 其實可能早已在T-Bar或者在其他地方的酒吧 這樣子的文化裡頭早已非常的豐富 可是對於不在那樣子的一個社群中 不認同或者不屬於那樣子的一個社群的女童性戀 其實這些女童性戀之中之間也有性別的差異 那這樣子的性別差異也可以以這些詞彙 這些說法來作為 來豐富有點像是同性戀社群的一種資源 那我今天就掌握這裡 謝謝你們的內心 謝謝 謝謝Amy 她點出了T-Bar作為女同志內部的一個性別認同的差異 以及談了一下婆慾望的部分 那之前確實有請那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請的那個Judith來台灣有談到這個 接下來就是我要講話 所以我就直接開始 因為剛剛Amy有提到一個婆的慾望 我這邊有點想接著講 可是也許我講的跟她不太一樣 我覺得剛才她在描述的過程讓 或者聽起來當然她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聽起來有一種叫做自然的慾望 就是說必然這樣 就是說婆必然慾望這個 然後必然會跟T有個關係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就是其實很多慾望不是自然的 就像我們知道性別是建構的 我覺得慾望也是建構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慾望有一個是選擇的部分 而這個選擇是如何選擇的 我覺得這好像是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說為什麼做這個選擇 為什麼選擇做一個婆 或者有人選擇做個T 然後她願意說自己是一個婆 說自己是一個T 那我覺得我想試圖來談這個 那之前丁乃菲在談的時候 我覺得蠻清楚 至少我聽到很明確跟清楚的 有一個訊息 我覺得很重要 至少在台灣不曾有人這樣提出過 就是在那樣一個美國社會的社群 在歷史中 我們看到這樣一個T婆的性別展演 她曾經是多麼的有力量 可是那是透過一個歷史的描述能夠被看到 比如說她覺得兩本書 比較後面這本可以有這個立場 但是之前那一本 一個一般性的描述 女童性戀的擺棉史 那個重要的劇著裡面 比較會把T婆這樣一個部分 看得比較邊緣 有點像是化石 跟我們沒關係 是古時候的人 而且是比較 算是另外一種次文化吧 那當然她在她的那個談話的後面 她又提到 像在台灣這樣的社會 可能跟菲律賓也有點類似 其實我們是在身體內 每一個人都一樣 交雜的不同的 或者並存的兩種狀態 一種是比較中產的 比較接近國際社會的 可是另外一種 也許被描述成比較在地的 也許比較有力量的這個狀態 那如果我們要說 如果我們同時具有了 現代性的同治運動平權的觀念 同時我們身體也蘊含著 比較屬於這個社群內的 類似T婆的欲望的話 那我們到底是什麼 那這跟我要講的選擇 又有什麼關係 我希望我的混亂等一下 可真是可以澄清 我們現在一棒交下去 都把問題丟到後面 覺得這也是個很好的方法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選擇就坐落在 我們這樣的一個怪胎生命上 在這樣的歷史端點上 我們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的選擇 到底意義是什麼 我想從我最近的一個思考開始 最近看了很多電影 其實也常常跟一些社群內 跟社群外的朋友分享 我看電影之後的感想 我最近看了蠻多電影 我覺得這些電影 都可以回應我 一直在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都說 我們現在 我覺得說分啊 T婆不分啊 什麼這些分來分去的分法 其實有點是社群內的語言 說真的你到社會上 沒有人會這樣說你 那我覺得不管是怎麼樣的描述 我會覺得在 就是說一直在社群內 有一個聲音是說 T比較看得見婆 比較看不見 那這個看不見的意思是什麼 那有點像Amy剛有講 就是婆跟一般女人說真的差別 不是很大 如果你從外表上看的話 所以好像一大堆有個印象 哪裡是婆婆 在哪裡根本就沒有婆 反正都是女人 可是這些電影給了我一個 不同的看法 或是一個眼光吧 就是有兩部電影 三部電影我印象比較深刻 一個是高檔廓 一個是同窗的愛 還有一個是男孩別哭 我覺得我好像是刻意在尋找 或者是我覺得我希望能夠看到 婆在哪裡 或婆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我有看到 透過我的眼光我就看到了 然後我就覺得好清楚喔 她就是那個樣子 而我覺得這個婆 倒不是說她欲望T的這個婆 也不是說我說這個婆 是因為她看起來長得像一個婆 然後也許有人會問我說 婆長什麼樣 我不是要講這樣 脈絡下的婆 我覺得這裡面的婆 是她認同自己是一個婆 她用一個婆的身分跟位置 站在一個T婆位置裡的婆的位置出現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比較看到的 那我也許就講比較近的 像《男孩別哭》裡面那個Lana 她跟就是女主角戀愛的故事 跟那個不知是男是女的那個主角戀愛的故事 Brandon Tina 其實我覺得有一幕 就是大家應該印象滿深刻 就是她在跟她在躺在床上 跟她那些女的朋友在談 她的這個性經驗 她那個遇陷遇死的那個表情 我覺得滿經典的 可是其實在那個畫面的過程 其實有一幕是她不小心 不經意的看到了Brandon Tina的胸部 然後那一陣子是困惑的 然後我覺得那兩個畫面 剪接的讓我也產生困惑 就是我心裡就很緊張 就是我也跟著Lana很緊張 或是我也不知道跟誰在緊張 就說我好像跟著Brandon Tina很緊張 就說她看到了Brandon Tina有胸部 然後呢 就說是遇陷遇死 這個之前丁乃菲有提到那個姓 就是自有快樂 就這個要結束了呢 還是她就會開始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滿緊張 可是我看到最後她是很愉悅的 享受了那個姓 我覺得那一秒鐘她接受了 那樣一個怪胎身體 就是Brandon Tina那樣一個怪胎身體 那樣的一個性別 她用我享受了來接受這樣的姓 我就覺得滿感動的 就是那個感動有點難解釋 其實就是我覺得她就認為自己 是可以接受這樣的怪胎性的 而這樣的性讓她很享受 甚至這樣的性讓她可以接下去 面對她們全家來的責難 社會上來的任何的可能的挑戰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婆 典型的婆吧 那她應該說是一個跨性別婆 我覺得這樣的婆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她有一種與眾不同之處 她做了一個選擇 我覺得那是一個選擇 其實蠻多婆我想在生活裡 都會碰到一個問題 一定有人會問你這個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在你面前有一個好男人 你會不會選擇她 那當然好男人有一百的定義對不對 她很有錢 她相貌堂堂 就是三高對不對 現在已經不知道是什麼條件 把她很多條件擺在你面前 你會不會選擇她 我覺得按照我們現在的社會標準 我覺得白癡才不會選她 就是說只要你有一點那個叫智慧 因為只要你還曾經在台灣社會 活過一陣子 只要你接受過台灣的教育 只要你接受過這種 異性戀父權的熏陶 你不選擇她你就是白癡 真的 但是為什麼還有人真的不選擇 這麼好的男人呢 所以也許婆都很白癡對不對 就是說 你就看身邊如果有些比較白癡的人 大概她比較接近婆的部分 那我會覺得可能白癡 或是某一種傻勁 或是某一種不知道要怎麼形容 她會做這個選擇是不太容易的 我們必須要說真的很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是因為太不同了 太怪了 太不屬於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 也不屬於人們一般的想像 甚至我覺得 我是說選擇做一個婆的這些婆們 那甚至我覺得有些T 她只是外表看起來像T 她不一定覺得自己是T 她不一定有T的認同 或是有T的立場吧 就是我要跟社會挑戰 我覺得剛剛冰奶菲談到 就是說在那個早期 30到50年代那個時候 那樣的社會裡頭 那樣以T婆自然在公共空間 近戰公共空間 公然有性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是蠻 蠻振奮的至少我聽到蠻振奮 如果大家曾經接觸女性主義 或參與婦女運動 不是一直都講說女人不能近戰公共空間 女人沒有性都應該關在家裡 被一個男人教導嗎 我覺得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人可以在那樣的社會 那樣保守的社會裡面公然的說我們有性 我們就在這裡展演給你看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要能夠呈現 我就顯然選擇 選擇成為呈現這個力量的人 我覺得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那也許另外一個角度講 就是他們也蠻 蠻 我剛剛用的字是什麼 蠻白痴的或是有傻勁 因為那是太危險了 那是太不同於主流了 你這樣的展演 你接下來就是警察的暴力 那我覺得我在書裡 就藍掉石牆提菲雷斯也提到 在那樣的一個社會裡頭 一個女人如果沒有穿三件女人的衣服 是當場被逮捕 是可以施行暴力的 我覺得這是多危險的事 而一個女人不選擇一個好男人 抓在那個 這個所謂怪胎女人的身邊 不穿的女人衣服的女人身邊 這也是暴露你自己就是一種怪人 你們共同的暴露出你們公然有性 如果在當時社會裡就是暴露出 你們公然要進行一種罪行 不被允許的罪行 我覺得這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那也許這就是我要談的選擇吧 就是說我不是說我們都應該很有勇氣 或是說我們都必須很白痴 我覺得比較是認識就是說 去說自己是什麼 去說自己是T去說自己是婆 可能不是我長得像不像 我覺得甚至也不是說我慾望誰 慾望一個個人 因為我常常會被問到 那你不慾望這種 那你慾望哪一種 去講半天 那如果我慾望那種 那那種又是什麼 就會在是跟不是 這個跟那個去講半天 我現在覺得我大概就不要這樣講 我覺得我就做這個選擇 我今天如果說我是一個婆的話 我覺得我做一個我就是婆的選擇 我就準備好了 就是公然的要進行一種罪行 那這個罪行呢就是公然的要在這社會上 顯露出我們的怪胎的部分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點借用女性主義的說法 就是什麼個人就是政治吧 這個好像也被批判過 不過偷偷用一下 我常常亂用一些 然後被投尊人說王屁你又亂講話 等一下他會幫我修等 就是我會覺得慾望沒有那麼個人 其實它是一個它是有集體性的 今天我說我慾望一個T 我這樣的語言其實在表達說 我就是選擇做一個要公然犯罪的人 我就是選擇在這樣一個異性戀正點社會裡面 我就是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剛剛說我在那個電影裡頭看到一些東西 我就覺得蠻心有氣氣焉 比如說同窗的愛那個小女神那個小壯妹 大家都說那個腿好壯 這我也很認好 你看他就覺得他生活很不滿 他長得是全校最美的 他有機會得到全校最帥的男生 在他身邊像蜜蜂一樣 嗡嗡飛來飛去 但是他常常會說 他覺得他的生活真無聊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跟這些人在一起 為什麼姐姐叫我一定要跟那個最帥的男人在一起 我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他也跟一些男人在一起 可是他就玩一個 那就睡一個換一個睡一個換一個 誰也不知道他睡過幾個人 誰也不知道他換過幾個人 他就是很不耐煩 他覺得這個社會真的是很無聊 於是他就做了一件超無聊的事情 除了他真的去睡那幾個無聊的男生以外 他就會站在高速公路上面 對著下面穿流不洗的車子 一直吐口水 大家記得這一幕嗎 我看到那一幕就想 天哪這個女人真可愛 她完全能夠表達我就是這樣 我真不耐煩 我覺得這個社會真無聊 然後就一直吐口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這段讓我覺得很感動這樣 我覺得每次看電影 大家覺得我感動的地方都好奇怪 然後我覺得高檔會也讓我滿喜歡的 就是看到滿多那種 在互動過程中的那個選擇 我現在突然知道我感動什麼了 我感動到那個選擇 那個位置 那個立場 那個動力 那個力量 就像剛剛丁娜菲講話的時候 我也很感動這樣子 那個力量很感動 只是她的語言 有時候會讓我忘記我的感動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她一點惡意都沒有 然後接下來想講一點點就是 婆跟一般女人的不同 我覺得我就比較不像一般女人 我現在也許以後應該問我 我會說我不是女的 這樣可能更明確一點 就是在進入那種風雨過風之間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怎麼講 分類吧 我來分類 我要為各位分類 婆跟女人有哪裡不同 其實說真的 在社群內 我們常常會說 你是T你是婆 我是不分啊 分來分去 可是我覺得我們共同對外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怪人 我們都是性別壞分子 我們都在進行一種決定了 其實說自己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決定耶 就像你說你是女同性戀一樣 你就決定了 要在這個社會裡 做一個比較反叛的人 所以我說 我說我是T我是婆 我是不分 其實就是一個決定 我決定了要對這個社會宣戰 我要跟這個社會說 我不是你們說的那種女人 然後我們都不是女人 所以在社群內這樣一個婆 其實婆比不分 所謂的不分更像一個好女人 那她更有機會向主流靠攏 接收各種主流可以給她的資源 比如說我那一點 可能就有男人覺得 你不錯啊或怎麼樣 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個女人可以有什麼樣的特權 你服從某一種狀態 當然也知道男人有什麼樣的特權 可是一個T通常就沒什麼特權 那一個婆看起來有特權 那這就是婆跟女人的不同 就是婆就是那個不要特權的女人 很簡單齁 我就是那一個覺得這個主流社會給的特權 我們都不是女人 然後我們都喜歡T 然後我們都不要你給我的特權 然後千萬記得如果有人跟你說 我常常這首就會亂講話 如果有人跟你說出門是要Lady first 要女人先走出去 你永遠要知道那是一個陷阱 因為現在外面都蠻危險的 所以第一個走出去那個人不是被淋到 就是被車撞到 所以我現在就非常拒絕 我說對不起我不是女的你先走 我一定要後走 這是有很多原因的 但是至少我從生活中 就讓人家知道我不是一般女人 我覺得這個是做得到的 所以如果大家還看不出婆在哪裡 那就沒辦法 因為很可能我就會說我也看不到T在哪裡 你說你是T我也不確定你是不是T 我喜歡的T不是說看起來像T的T 我覺得你說你是T 你有那個T的立場跟位置 我覺得我就能夠慾望你 現在不知道在幹嘛 那我要修正我之前一個彈號 我上次看了那個藍雕石牆T之後 我就很自然的就說 哎呀我不太能夠慾望像費雷斯這樣的人 我就覺得我現在要修正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可以慾望的 這個意思是我覺得我看了這本書之後 我看到他如何的用他的生命經驗 在表達一個狀態 他講得很清楚 然後我最感動的是 我覺得他是看得見婆的一種T 他真的看得見 就是他作為一個跨性別的運動者 他看得見T婆 他看得見自己 他看得到社群 然後他也做了這個決定 他做了很多選擇 是因為他忠於他的決定 我覺得這是讓我最感動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是 好最後了 最後我就要說 大家都是怪胎女人的時候 我們如何說自己是什麼 我覺得那是透過選擇的 但是確實在大環境中 我們當我們說分T婆是危險的 確實分T婆很危險在這個大環境裡 因為你一眼就被標示出來 如果我手牽手親熱的 跟一個T模T樣的人走在路上 被辨識出來 我是危險的 不過也正是因為 當我看到我暴露於危險中 我就知道了 我的決定是正確的 好 謝謝大家 又變主持人了 我們接下來 請何春瑞 我覺得今天王婷非常的存在主義 就是那種抉擇 那種行動 那種斷然的 一無反覆的做法 我給他陰一點 我覺得特權有的時候 在某個節骨眼上的時候 我就不要 就不要給你看 而且就要給人家 你看到我是不要的 可是有的時候 我也陰的用不用 那有什麼關係 拿不拿白不拿 但是這個 這個東西當然有一些抉擇 說你到底是哪一些特權 你上面有 你會表現出來一個決斷的立場 另外有哪一些特權 你可以用的時候 哪個用一用 這個要智慧 而這部分的智慧 我覺得我們今天就是需要 有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經驗的 這些故事的傳承 這也就是今天我會來談 這本書的很重要的理由 我原先給自己設計的題目叫做 替婆的跨性別 藍調 詩 那前面三個人都把替婆講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講跨性別 講藍調 講詩 然後就有三段 那藍調是比較短的那一段 但是跨性別和詩就比較長 為了控制時間我也寫稿了 20世紀跨性別主體的大量浮現 例如像變裝皇后 變裝國王 女人腔 男人佛 替婆女同志 變性人 陰陽人 扮裝的跨性人 第三性公關 以及其他持續浮現 多樣面貌的性別異類 暴露了許多女性主義者 和婦女運動者的性別政治底線 揭露了他們只有興趣挑戰 男女兩性間的資源和權力分張模式 只能包容同性戀的存在 但是卻拒絕動搖那個 更根本構成壓迫的 性別二元區分異性戀體制 最明顯可見的就是 一旦面對這些曖昧邊緣主體 在身體情慾以及生活方式上 選擇高抗的不順服 既有文化規範 或者囂張的操弄 現有性別文化素材 因而直接擾亂的性別分野的時候 號稱要抗拒性別壓迫的女性主義 和婦女運動者卻很明顯的猶豫起來 支支吾吾的開始追問 這個人到底是男是女 是一性戀同性戀還是雙性戀 是雞是婆還是不分 是零號還是一號還是還沒決定 是敵還是友 可是跨性別主體不但不男不女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 在既有的男女刻板定義所局限 而且他們也日日跟這個不男不女的污名為伍 他們不但不男不女 他們同時又男又女 因為所有被規劃成為男女性別的形象 特質行為甚至沒有特定性別歸屬的文化成本 都被當成素材被混雜拼貼變形 來呈現這樣的身體 這些以肉身和情欲來表達不能不怨不屑 配合性別規範的主體 早就在日常生活中暗暗地承受了各式各樣的說法 說他們是神經病 作怪 變態 惡心 要是在崩混過彎的時候被暮露她的曖昧身分 就好像男孩別哭的這個布蘭曾基娜的case一樣 他們往往會遭受到開除 羞辱 坐牢 毆打 輪奸殺害 或者被送進精神病院 被惱羞成怒的朋友同事斷絕來往 被所愛的家人 親人放逐 90年代在酷兒運動以及幾位知名 跨性別者的殘酷遭遇登上了媒體的激勵之下 與越來越多的跨性人現身 聯手挑戰性別體制對跨性人的迫害和限制 也揭露了婦女運動和同志運動對主體性別的簡單本質看法 終於掀起了跨性別 Transgender Movement 跨性別運動的波濤 電影《男孩別哭》在本地性別運動團體的推薦中上演 小說《藍調》《史強梯》《中藝本問世》 也把在地的跨性別論述的長意打開 帶動了對這個議題的思考和討論 然而當大家注目凝視跨性別主體 關注其他另類的性別面貌的同時 許多人選擇集中來評論跨性別主體的人生成敗選擇 也因此不期待地曝露出了自己的階級位置和情侶立場來 比方說《男孩別哭》故事中的布蘭登-Tina 以及《藍調石強梯》當中作者費雷斯 就是這個主角Jesse 除了在性別身份上的曖昧混雜之外 他們都有很清楚的階級色彩 兩個人都來自於非常缺乏資源的藍領下層 此外布蘭登局處於困苦沒有出路的鄉村 費雷斯的明顯猶太裔身份也令他們飽受歧視 相當有趣的就是 在這樣一個經濟能力弱勢 族群被抵視 文化資本薄弱的基本條件之下 跨性別主體的情欲探索和嘗試 他們對於所愛對象的追求 先天上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也因此處處顯現出更大的急迫性 因為追了好久追不到 所以常常會鋪而走險 不但在他們個人性別的呈現過程中 要時刻承受被揭發的忐忑 在他們個人可遇特質的營造上也常常受挫 忐忑會使得跨性人情緒急切 矛盾衝動 在滾雪求是的謊言中中置失控 因為你要講很多話來解釋你身上的不協調 有心無力的挫折感 則使跨性人不得不挺而走險 博取資源 以便能夠以戲劇性的呈現來投射自己的吸引力 比方說偷用人家的信用卡 或者亂簽帳 說穿了這些看來所謂愚蠢冒險的行為 也一定不是跨性人的專利 哪個想討好他人討好戀人的這種戀愛中人 沒有做過這種笨事而被罵戀愛昏了頭呢 問題是當這個人是個跨性人 或者是個同性戀逃亡女第三季封關變性人的時候 這些事情看起來就特別的愚蠢 或者他剛剛講的白痴或者傻 而且還特別的令人氣憤 因為這裡的特別如何如何就真根植於我們對跨性人 是特別的另眼看待 所以他們的愚蠢他們的錯誤看起來是特別的不可原諒 而當我們責備跨性人的短視和愚蠢冒進時 我們極可能只是透過這樣的譴責來和他們劃清界限 以顯示我們自己很優越 我們都不那麼愚蠢我們都有資源 我們追人都追的蠻順利的 說穿了批評Brandon Tina只是個小爛梯 能打開什麼樣的空間 這樣的批評能讓更多的性別異類感到被肯定被支援嗎 這樣的說法當然並不是說跨性人是完美的人 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都應該被包容被鼓勵 而是要指出來說當新的性別異類合遷的時候 往往會帶動新的不安新的焦慮 而這些不安和焦慮常常會以各種 看來理直氣壯的批評方式宣洩而出 另外在像跨性別這樣的尖端議題上 本地和西方文化的差異也使得我們的反應更為複雜 比方說泡酒吧 酗酒 哈草 嗑藥 性開放等等 都是西方文化在歷史競爭當中 已經可以平時對待而且司空見慣的景象 但是在本地的嚴謹氛圍中 這些活動被視為負面的低下的 不上進的 不努力的活動 因此也使得異文化當中的性別異類顯得更為負面 更為低下 反正基娜這個電影的故事上演了以後 她被罵成小爛雞 就是這樣的一個下場 從這些方面來看 此刻的跨性別主體所帶動的性別思考 階級思考 文化思考都有機會幫助我們對性別 階級文化這些差異因素的操作和影響 要有更深的認識 我認為這是跨性別運動對於本地頗為中產取向的 性別解放運動所帶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眼界 第二部分 藍調 你注意文面的方式也會慢慢的變了 藍調是憂鬱的詩歌 也是俊勇慵懶的吟唱 作為跨性別主體 作為無法實現或呈現自我 或者即使部分的實現了自我 也處處受到壓抑的主體 藍調常常是梯婆唯一訴說自我人生故事的曲調 因為這樣的曲調捕捉了生命中的無奈 生命中強烈和深刻的情感 生命中娓娓道來的悲歡離合 這也解釋了像《寂寞之景》或《藍調時強期》 這種作品中瀰漫的某種傷感 以及同時出現的強大的願景 你如果沒有聽過藍調歌曲 就聽一聽 你就不要那麼體會 為什麼要用藍調來描述性別異類的心境 這些無奈 情感和悲歡離合 當然不是跨性別主體的宿命 而可能是他們在這樣一個 嚴厲劃分性別氣質的文化中 唯一有力抒發情緒的曲調 但是正如《藍調時強期》的敘事呈現的 《藍調》不是自聯式的鐵式傷痕 不是中產優雅的氣質 《藍調》是在自我敘述中描繪出 跨性別生命的具體形體 以便重新得力 正如當年美國黑奴們的《藍調》吟唱 最後終究釀成自傲的抗爭大合唱一樣 第三部分 是 今天的座談主體圍繞著梯婆 這兩個女同志的身分 儘管我們需要讓這兩個身分被看見 被認識 被肯定 被送揚 然而同時我們也對這兩個身分的 可能被定型 被僵化 被高舉 被深圳化 被當成新的安身立命的唯一場所 我們也感到有點不遇 因為人哪裡是這麼簡單的東西呢 難道一旦被別人或被自己添上了一個標籤 不管這個標籤有多進步 人就定了位 定了局了嗎 貝雷斯在1998年就是《藍調史上經》之後 還寫了一本書叫《Transliberation》 跨性別解放 他在這本書裡面對各種標籤 表示了深思熟慮的立場 他認為把自己描繪成陽剛 陰柔 男 女 男女人 女男人 男人婆 C.C.K.T.或婆等等 都不是能讓他完全滿意的自我描述 都是部分在某些場域的時候可以用的描述 但不是他完全的描述 沒有一個標籤能完全的描述 因為下面請引用貝雷斯提話 他的語言是什麼講的 我應該學他的腔調 因為我聽他的聲音只聽過在Stolen Moments裡面 他講話的那個方式 我非常迷他講話的方式 但是我還沒有學會 等他11月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好好跟他和上幾天 學會他講話的腔調 菲雷斯在《跨性別解放》這本書裡面說 我很難把自己的性別的複雜 微妙表現緊緊地描繪成陽剛 對我來說把一個人的自我表現貼上一個標籤 說那只是陰柔或者陽剛 就好像我們問一個詩人說 你是用英文還是西班牙文寫作 這個二選一的問題 預先就排斥了詩句 是有可能用廣東話、非洲話、阿拉伯話 這些我們不太熟悉 極可能無力辨認 但是確實存在 而且鮮活有力的話語來寫作的 我說的廣東話、非洲話、阿拉伯話 都是他舉的例子 所以他知道世上有廣東話 貝雷斯接著說他有意地掠過 就是這種二選一問題說 你是用英文還是法文 或者英文還是德文寫作 他有意地掠過了詩人是怎麼樣 從文字的深井當中 隻手薔薯地挖出一個一個的單字 他也忽略了當詩人把這些字 第一次彼此相接的時候 創造出什麼樣的美妙音樂 而概念和概念之間又震盪著 什麼樣的激進回音 他更根本地忽略了那些推動詩人 提比創作的強烈情感和信念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性別只是社會建構 這是貝雷斯說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認為性別只是社會建構 我不認為性別只是我們自小到大 死死板板學會的二選一語言 對我來說 性別是我們每一個人從我們所學到的 所掌握的我們周圍所存在的語言素材中 創作出來的詩 而當我們閱讀這個世界的詩集的時候 我看到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在以各種細緻的 有著不斷改變的樣貌 人在每個不同的時刻也會選取 呈現自己性別的不同形式 也在每一個時刻和場域中 展現各體的創造力和美學 性別是詩 這樣的一個說法不斷點出了各種的美與創造 也點出了其中的複雜差異 多樣的吟唱 而那些降氣十足單調古板的性別詩人 有什麼權利來批評創新性別語言和性別詩的那些人呢 那些怪貪呢 如果性別是詩 那我們就需要繼續來談 什麼樣的文化是詩的文化 什麼樣的文化能夠孕育出最多樣最優美 最外野的詩 以過去的經驗而論 詩的文化是生活豐盛多樣的文化 而不是以排擠一擠作為信心基礎的年代 就像唐朝那樣子 奇異的文化普遍存在在左右 詩人可以用各種形式文字格式體材來創作 而且不限制也不在乎題材的選曲 可以批評時事可以抒情兩性可以玩耍文字 只有這樣開闊的文化才能滋養出豐盛的詩歌創造 就好像如果一個欣賞國際美食的文化 它也預設了這個文化裡面必須對詩非常地看重 非常地尊重去研究去探索去嘗試各式各樣不同的食譜 各式各樣的配搭 而且鼓勵大家嘗 而不是到了五星級大的飯店以後拼命地灌 拼命把自己吃得很撐 相反的我們去欣賞別人不同的口味不同的食物 因此最起碼的我們現在如果要談詩的文化 創造性別詩的文化 我們就需要去調教一種平常心 我們需要養成用平實的開闊的眼光來看待 新生的性別表現 我們需要有敏銳的心要學會去欣賞別人的詩歌 在其中看到文化的脈動 也看到自己創作的榜樣和契機 我們要大家開始去實驗 探索 玩耍 寫歪詩 法油詩 形象詩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廁所詩 各式各樣的詩 而作為創作的豐饒土地 我們需要更多異色異類的生活故事 我們需要聽跨性別前輩們的成長和心酸 也要聽他們的偷歡和愉悅 因為他們的性別詩是我們的傳承 是我們口耳相傳的經驗累積 而不是我們踐踏的畫室 我們需要更多的色情文化 更多豐富的畫面 更多的跨性別愛情故事 更深刻而自在的感受交流 因為那是使得我們得以塑造自己情欲的肥沃土壤 異性戀有的無數的小說 電影 歌曲 畫面 來調教自己情欲口味和能力 畫性別主體需要更多的藍調石牆壁 需要更多的男孩別哭 需要更多各式各樣的故事 我們需要接觸別的文化 別的世代已經累積的情色資源 以豐富我們的素材 以探索無盡的可能 我在這裡談的詩的文化 其實是指出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做了女同志 我們做了T 我們做了婆 我們就知道怎麼活了 我們需要彼此的互動 需要彼此認識 像今天Amy談了很多 我們需要開始認識到自己 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 所塑造出來的自己的性別詩的形狀 我們要學會讀彼此的詩 改寫自己的詩 創造新的詩 我們需要一個對於詩更為友善 對於性別更為多元的文化 我們需要被鼓勵去實驗各種性別的呈現方式 並且操練活用各種文化中的性別素材 坦然地去交流各種性別經驗和嘗試 這種集體的累積才叫做文化 跨性別的主題 才得以永續經營 透過藍調詩詳機的出版 替婆的跨性別藍調詩 正在響望著一個豐盛開闊的文化 好讓我們都能夠做到自己性別 做到自己的性別詩 寫出 唱出 演出 白詠其名的 《性別詩年代》 謝謝 謝謝何清睿 我想她發了一個蠻好的台詞 現在大家可以一起來寫詩 讀詩 唱詩 先閱讀別人跟分享自己 我們先台上談到這裡 我們也很努力的對不對 講了一些詩啊 歌的 現在是大家的時間 所以有任何人想要回應或發言 或是問問題都可以 那麻煩自由開始 今天大家想要 各位想要傳達給我們 是不是就是說 這樣小心上底 小心上底 那一部 那一部史 因為女主角說的 我只是想要說 不管男生或女生 我想要跟我出動最 最 不管她是男的或女的 我只要說 覺得她對我來說 是最棒的一個人 在我身邊這樣子 我不知道今天 要傳達給我們 是不是所謂跨性別的這個意思 不管她 旁邊我的另外一半 或是說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一個人 是不是不管她是女生 不管她是男生 不要再用這個性別來去區分 所有的人的東西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說 那既然說 不要去區分這些的時候 像我常常有一個意義 我是 那你怎麼樣去 像我 我以後可能是一個老師 那我怎麼去跟小朋友說 你的性別是什麼 像 像 我不知道說 像大家如果說 來問我說 老師 我可能是個同性戀的不敗 或是說 老師我好像不喜歡男生或女生 那我該怎麼樣去幫助她自我認同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一個小朋友來求助於我的時候 不能就說 她看你自己啊 就說 這種東西不能夠說 看你自己自己自我成長吧 對啊 那該怎麼樣去教導她 我們要不要多一些問題 我們在景臺上一起回應 好不好 有沒有其他的要表達的 謝謝 不要急 所以我剛剛想要那個提案 我看 是不是提案的 名思是說在過度之前 有 手上真正 真正 要想要畫性別的話 那每個人的性語相 都是一一一一一二二 一一不是說 可能哪一種性向的都挺 一一種性向的都不服 那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今天 如果我是不服 之後我是不服的話 那是我的天我就會愛這樣 那一見了 那就是說我喜歡的是 有一種姿態 還有沒有其他人有要一起討論的 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不是說每個人要講不一樣的話嗎 如果都沒有 那我們要不要先請台上跟大家談一談 剛剛那兩個問題他們的想法 對於第一個朋友問的這個說 意思是不是說我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不要考慮性別 這是不是就是跨性別 這是跨性別 很大很大的版圖當中的一點點 而且是在一個非常個人層次上 在個人的一個對象的選擇 那在談到跨性別的時候 其實可以在很多不同層次上談 你可以作為個人的對象選擇 你可以作為一個對於性別體制的挑戰 你也可以作為跨性別運動的這個層次來談 那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私人的發言 其實在不同層次上有不同的做法 像王明談的比較是在個人的一個層次 他的社會意義 所以他把兩個層次加在一起來談 像第一段可以談的 比較是在一個歷史的層面上 一個大的文化趨勢 文化的發展 這個歷史的層面 所以我覺得要談說你選擇對象的時候 不考慮男女的這個選擇是不是就可以 被列在跨性別之間當然可以了 只不過那只是一個部分 他不代表了全部 那另外說教育下一代 我其實比較希望的是說 將來不會有孩子很焦慮的跑來說 我不喜歡男生怎麼辦 我希望孩子根本就不會跑來問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在那個時候 可能比較直接的說我喜歡什麼 要比我堅決的不吃什麼不要什麼不喜歡什麼 來的比較重要 因為那種對於自我的肯定 對於自我所想要的東西的一個發展 一個探索 恐怕是我們在教小孩子說最重要的 那至於說如果真的一個小孩子跑來問我說 欸我不喜歡男孩子怎麼辦呢 我說那沒關係 我也不喜歡吃生的O啊 就隨便就這樣 不要把他當作用大表情說不喜歡 男生很大表情 我通常會繼續問說欸你喜歡什麼 我覺得那個那種正面的積極發展出力量的 不是那種話來話去 我不要這個不要這個不要這個 好像消去法 我覺得那樣子的一個生活態度 是我不太喜歡在在 無論哪一個層級的教育裡面所所培養的 我比較希望知道說你嘗試過什麼 你喜歡什麼 你在什麼樣的經驗當中得到了什麼樣的感覺 把這些東西很仔細的梳理起來 整理起來 比較能夠讓自己能夠對自己說喜歡什麼 稍微有點認識有點知道 還可以知道說我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去嘗試 我不太擔心小孩子會說搞不清楚 我是這個或者那個 本來小孩子就應該不要太搞得太清楚 因為搞得太清楚就表示 很早就已經先把框框架好了 然後那框框一旦架好以後 你要花好大力氣告訴他說 其實這個框框不一定要這個樣子 消毒很難啊 你一旦說是有一些定位出來的時候 就比較難處理 所以我覺得像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樣去教小孩 還有就是 教小孩通常不是一個人的影響 或者一個人的責任 所以每一個人不必太過分的焦慮說 我這樣子做會不會影響到孩子 放心吧 一個孩子一天二日四小時 接觸到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很多的事 我覺得在接觸這些人們事的過程當中 你對他的反應是怎麼樣 恐怕都已經告訴這孩子 他會用什麼樣態度來看待異己 跟自己不一樣的人 至於說如果就化性別的理念來講 是不是每一個人的取向 每個人的性別表現 每個人的情侶選擇 都是由他的獨特性 以至於事實上踢婆不那麼特別 就很長年的歷史來講 或者未來的願景來講 當然我們希望那個獨特性 能夠慢慢地出來 可是此刻踢婆是有意義的 因為他有他的抗爭性 因為他受到很大的壓迫 那我覺得哪一些人被挑出來 作為被壓迫的對象的話 那也許在那個時刻 在那一個歷史的結婚演員上 這兩個名詞 就是我們必須要拿出來講 而且非常清楚地告訴大家說 對啦 就是 雞翰婆就這樣怎麼樣 先把這一仗打過了 然後再講 但是同時你也維持一個很開闊的心態 如果你有一個人 他可能對於雞翰婆有某一種表現 可是他又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時候 你能不能開闊地去看待 還是說你要看待 對不起對不起 你是雞翰你就不能那樣子喔 你是婆你就不能那樣子喔 你是要依偎的去先畫出一個很窄的地方 來讓雞翰婆生存 而且在那裡面才能帶他呈現的冠冕 還是說其實在抗爭的時候 我對待我的敵人的時候 在面對他的時候 雞翰婆是冠冕 而且是非常非常高的位置 而且有很強悍的力量 可是我也容許在這中間 還會出現其他的聲音 還會出現其他的面話 所以是不是將來會沒有T婆這個名詞 我不知道 我是一個不聽意忘記歷史的人 因為我覺得從歷史的故事 從歷史的角色 歷史的抗爭當中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然到石像T裡面T和婆的這個互動方式 T和T婆和婆之間的這個傳承 我覺得那個是構成一個女文文化 很重要很重要的肥沃的養料 是需要大家去看的 對不起 我想我們就就剛才的問題 我們自由地去談好了 我自己認為就是說 談就是費雷斯的概念 性別是詩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寬厚的說法 那我覺得它能夠達到這個 達到這個境界 或是讓我們都去看到有不同種類 不同型態 不同人願 辱動人邪的 我覺得是一個園景 就是它的一個影響吧 那我覺得目前從我的位置來思考 我會覺得其實一個性別認同 或一個性別身分 對我而言它可以是一個戰鬥的位置 因為我們要去挑戰 目前一個非常單調平板 沒有詩的社會 或者是只有一種詩 就是這一種詩大家就要背 就像背那種教條式的文字一樣 我覺得我們會去期待一個願景 但是目前性別認同 不管是說這個是T 是不分 偏這個偏反的 或是說這個是Pho 我會覺得它是一個戰鬥的位置 是讓我們去面對跟挑戰 目前這樣單調沒有詩的社會 所以回到剛剛問的幾個問題 就我記得跟想回應的來談 我會覺得所以T婆 它永遠不可能是過度的使用 因為它也不是 對我比較贊成的合成的說的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歷史 甚至它還不只是歷史而已 就是它也是現在的一個狀態 它不是一個被取代的問題 那在選擇對象不考慮性別 我覺得在選擇對象的時候 所有人不管你在哪個歷史階段 你自己在哪個階段 你選擇對象你都考慮很多因素 我覺得性別就是其中一個因素而已 然後有很多因素夾達在哪裡 所以我前面常會談到那個選擇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不考慮性別是說希望 是說不考慮不必考慮 不必限制於目前被規劃的 當你是這個性別 就一定只能跟這個性別在一起 我覺得是可以不要去考慮這個規劃 而是有自己的規劃 我覺得我的理解或是我希望是這樣子 我講完了 OK 我還要試試看中中文講 為了那個為什麼要用Tippo這兩個字 還是我們可不可以以後不要再用那兩個字 其實我覺得Tippo不一定是要被看成一種限制 它不一定是一個限制 它可能是一個力量 它可能是一個資源 如果要了解自己 還是要了解你跟你的對象的互動的話 我覺得語言是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語言要變成比較多 沒有什麼好加對 因為我聽了Amy這樣子剛剛講 我其實會想到就是說 那個語言確實是需要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已經有的 那個其實它最好不要消失 因為我覺得消失可能都是一種 其實都是一種有一點可怕的狀態吧 或者是其實會是一種情境 才會讓某一種語言消失 某一種邪有動 某一種原本已經邪有動變成化石 然後化石可能在一趟前 就是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有問題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豐富化 語言層上的豐富化是很重要的 可是另外有一個原因是對外 就是說跟那個異性戀社會的互動的過程裡頭 我其實會想到像在課堂上提到梯婆 在一個大學的課堂上 大學部的課堂上提到梯婆 有可能會有的一種反應就是 梯婆就是複製男女嘛 就是男女嘛 你同性戀社局難道想不出更有創意的東西嗎 就是男女有什麼好 就是說會有這樣子的一種說法 那我這個其實我就是說那種 那種聽到的那種聲音或者想了很久 就覺得這樣子的一種位置的說法 其實就是因為這種語言語彙的流傳範圍太小 然後同時說出去的那個擴散性不夠 然後彈的那個分配也不夠大 以至於會讓人們有這樣的理所當然 他以為理所當然的一種誤認 甚至於這麼輕易的提出到的品種問題 謝謝熱情的觀眾 是不是請大家帶點熱情的說說話呢 有沒有人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場很非常精彩 那我提到你們 其實也蠻感謝 對 就是也出了我個人的興趣 那大陸這我可以帶來 特別像何春瑞老師 他提到一些 就是提出一個所謂性別 不同的性 看性別的角度不同的可能性 然後現在就是說各位把那個替剖 這兩種也當成一個性別對不對 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在不久未來 或者是在不同的領域上面 其實每個人他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 也許我們可以用 除了陽剛性別 陰柔性別 或其他更有創意的一些名詞 一個標籤 來去解釋各種不同的東西 當然我是蠻能夠同意說 像現階段來講 用T國這樣的宣布認同的話 是非常有趣 像王毅小姐跟他所講的 這個戰鬥位置 有些政治性的弱力 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我想回應一下 那個白瑞梅小姐 她剛才的說法 所以她剛才有提到說 那個她所知道的就是 T跟T好像沒有這個 談戀愛的狀況 妳看還是這樣子 我沒有聽說過 沒有 沒有忘過 沒有忘過 我也聽說過沒有 對 對 因為我也有聽說過 T跟T有些人在談戀愛 而且現在有某些 那個女同志泡龍裡面 就有Menu上面 那個TT店 她把它翻成那個T 叫T那個T 對 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 好 謝謝 謝謝 熱情是會有感染 我們要互相感染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 想要談一些你的想法 或者是你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或疑惑都可以提出來 很可能我們現場也有人 可以互相回答 我覺得那也蠻好的 我們就希望有一個空間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這一類的事情 或者是你們期待 聽什麼還沒聽到 也可以把它 說一說 我們每次總覺得 這種安排方式 總是會有這個問題 就很像在上課 你老師的責任沒記 你幹嘛下面要這樣話 好 因為我們對這方面 我剛剛考慮到的就是 像董老師講的 既然每一個標籤 都不足以代表 那還有 還有 像TV之間的關係 或是在音樂之間的關係 都是很多元的 那這樣子怎麼去做 某一個角色的自我人 是要是認同在那個角色的扮演 還是說那這個諸多的角色 到底需要自己的位置在哪 我先說一下 當費雷斯在說沒有一個標籤 可以完全掌握我自己一個個人的時候 他的意思不是說所有的標籤 因此都沒有用 都沒有效力 都沒有辦法描述自己 相反他正要告訴你說 你有很多標籤 你去找各式各樣的標籤 你可以創造各式各樣的標籤 來描述你 只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到一個標籤之下 因此這個意思並不是說 拋棄 不分的這種標籤 相反的是說 其實有很多 而且還會變 而且有各式各樣的標籤來說自己 你能想得出什麼各式各樣的標籤 就用各式各樣的標籤 來更準確的更敏銳的 來描述你此刻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個標籤說 事實上是讓那個詩能夠更廣泛 能夠更多樣 而不是說我們不要任何一個 相反的也是要很多 我覺得我們比較習慣於那種負面思考 是說我是不是不要這個 我是不是不要那個 我是不是不是這個 或是不是那個 那在舊費雷斯來講的話 我們要想的是說 怎麼樣去說自己是什麼 我們有興趣的不是說我不是什麼 而是說我是什麼 我還能是什麼 我還是什麼 我好可以跟著他這樣講過來 我覺得當我們在一個社會裡 會必須說我不是什麼 我不要什麼的時候 通常那個不要的或不是的東西 應該是比較負面的 我覺得是遠離主流價值的 是不被認同的 甚至是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能夠有一個位子說 我是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我是同性戀 我是婆 我是 白癡 白癡 這太過分了 有的時候不能這樣用 他英文 他中文怎麼說好 好慘 對我會覺得當我能夠說 好啦我是神經病 這樣好一點 就是說當我能說我是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同時他可以有一個 跟我說話的態度有關 他同時會有一種力量 出現 成為 改變 當個人是很少的 也許就感染所有人 成為一個集體的力量 去改變現存對那個負面東西的價值觀 我覺得他會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當譬如說我們看到一堆 看起來跟一般女人沒什麼兩樣的 女人站在前面 然後突然他們都一起說一樣 或是不太一樣 發出不同聲調的說法 然後都在說我是什麼我是什麼 可是沒有一個我是什麼 是大家想像他是的 就是沒有一個人會說我是女人 可是他們都會說我是這個我是那個 我覺得那個狀態其實是蠻有趣的 也蠻挑戰性的 而且絕對是這個社會不想聽到的 可是我是壞學生啊 我是好多喔 對 通常這個時候有另外一個現身的問題 就大家 也不是大家 這樣講會像老師 我們通常會認為 現身子跟你是同性戀 這個現身為同性戀有關 其實我覺得很多現身都很難的 有很多身分 對啊 比如說我有外遇啊 我偷人啊 我 我 我喜歡手銀啊 有一些聲音要我來說 我代表大家說我是什麼 我們要什麼 然後對 我喜歡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對 我喜歡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我做過一些奇怪的事情啊 我覺得所有這些就像一個小櫃子一樣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大堆櫃子 很難解放的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來練習說我是什麼 可能是一個好處 但是千萬不要說什麼 嗯 什麼 我 什麼我愛國啊 我聽話啊 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就滿可怕的 不是的那個對象如果是正面的 那也滿有顛覆性的 就是那個移動很大很大 我的意思是說 它怎麼可能不是就是一個命定的東西 而是可以成為一種 而是本來就是詩歌在每個人身上 然後可以成為自己這首詩歌 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難的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其實去過 或者是說那些最痛苦的那些框框 其實都面對過 或者處於過才可能 就是有這個詩歌這樣子的一個想像吧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是 何水美也在講詩歌的時候 喔對 這個為什麼你問的問題會讓我想到這個 就是因為我覺得 嗯 就是因為固定有一種很奇怪的 命定跟權威的安全感 所以詩歌的想像一出來喔 就會說天啊 那怎麼辦這個詩歌 我好像要負責唱歌 我就很焦慮欸 負責唱歌之類的 可是對啦 可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跟詩歌 然後可能詩歌是怎麼樣的一種 可能的想像 怎麼樣的位置才有可能的一種想像 也相關 那另外就是何水美也講到那個絕世 我會想到其實有一個小作家在 對我其實對音樂 我不唱歌然後也不太會聽對 就是反而我是看小說 然後看小說裡頭 他有一段描述關於爵士 然後我就會立刻想到貝蕾斯 剛剛那個 因為他對於爵士的描述是 那麼悲傷的音樂 那麼悲傷的處境 可以唱得那麼好聽 就那麼慘痛的一個狀態 可以那麼好聽 那我覺得其實 就是說能夠把它想成詩歌 能夠把它很積極的 這樣變成從不變成詩 能夠想出很多可能性 都可能裡頭那個 那個衝撞是很大大的 所以可以看小說 那還有沒有其他人 要這樣講話 或是問問題啊 或是延續剛剛的討論 感谢观看 因為說放在屁股的脈絡下 所以說是desire and model must in that 是我的原因 謝謝 我先用英文回答你的問題 The first question Why do young lesbians of all kinds have to face the tea image? I think that's because the image of a lesbian is actually the image of a tea I don't mean that only teas are lesbians but that in the general imagination that young people have as their resource or their way of thinking about sexuality in that imagination the image of lesbianis is tea I think and so whatever one's sexual identity or gender identity is as a young queer woman that's an image that you may be first aware of and then I think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a lot of young women's formation whether or not it describes their formation 對於第一個問題她的回答是 就是所有的年輕的小怪和女人 可能都會要面對妻這樣子的一種形象 是因為在大眾就是普遍的那種 或者刻板印象中 女同性戀的形象就是T的形象 所以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一種性別 或者性認同 作為一個比較年輕的怪胎女人 可能你都得面對這個形象 然後面對這個形象 然後去理解自己的相對意味 對於第二次問題 maybethe way in which I was not clear thatI was thinking of a difference betweensexual biology and gender identity your sex will bedetermined by your biology as male or female but your gender is something that's a formation what Khe Chuanwei called a kind of poem formate over time and interaction with your environment and through your own creative powers and if we distinguish those two then we could see that biological women could have a kind of masculinity and that's what Judith Halberstam was talking about in her book female masculinity 他說他剛剛那一點 可能沒有那麼清楚的說明 就是他在談國的欲望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假定了生理性別 生理性別跟性別的差異 也就是說你的生理性別可能是 生下來是女性 可是你的性別差異 是在一個像何水瑋說的詩一樣的 是在一段時間的過程裡頭 形構出來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形構 就有可能是生理性別女性 而性別形構是男性化的 這個就是Judith Halberstam說的 男性化女性 female masculinity 那我剛剛有問他一下 就是說那個男性化女性同時 他是一個我突然 他是一個相對於 相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男性化 相對應於異性戀男性的男性化 是一個弱勢男性化的位置 也就是說有強勢的男性化 文化強勢的男性化 展現跟深深 也有弱勢男性化的相對應 對 我是想可能說不清楚 可是就是 我會覺得就是說 比如說 這一次我們其實在演講 籃票嗎 音樂還是歌 那 就我有種感覺就是 其實就是你 就是一歌好像只有分兩種 就是好聽不好聽 可是就是好 就是所謂好聽的歌 也許就是 比如說我們會覺得 他應該是和諧啦 或者他是不突兀的這樣 那我就會想到就是 比如說 像在辦公室的時候 有時候 就是你作為一個長得很奇怪的人 有時候是不是 就是你會覺得你充滿的 跟別人講話的不同調這樣 然後你就會 有時候會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樣 所以有時候也許 嗯 嗯 就是說比如說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tee沒關係啊 可是你要做一個 比如說我們高級的tee這樣 就是比如說 可能穿著不能夠太奇怪 也許你可以藏在心裡啊 或者你要努力去 去追求一種心靈的改革啊 超脫啊 跨越啊 那我只是在想說 其實唱 跟別人唱無同調的歌啊 其實真的 滿 滿辛苦的 好聽 我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歌是好聽的歌 因為我知道我喜歡聽某些歌 然後那這個並不表示其他的歌不好聽 那只是我喜歡聽某一種嘛 那你可能也會喜歡另外一種 那我覺得也許我在談性別作為師的時候 大家把它聽成說這是一個願景啊 是一個遠處還沒有來的 或者說是只有在經歷某一種生命的經驗以後 才有這個特權可以用性別作為師 這樣一個概念來看世界 那我比較希望用這種方式來講 因為我覺得性別是世不是未來 是現在 是現在 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在活出 我們的性別的樣子 我們都在用我們各自這樣的方式 來用我們的性別的表現的方式 來表現我們的吸引力 然後說我覺得tee就是酷得不得了 我就好欣賞那種酷T 但是你說別的T我會不會很喜歡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酷很好看 我就會很喜歡酷的樣子 然後酷的就是一種擋不住的吸引力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讓我的心靈 感受到很強烈的震動 那就是詩了 對我來講他就已經唱出他的詩歌 而那是我喜歡的那一種詩歌 別人有些唱法我也許聽不懂 或者我也許不太能夠欣賞 但是沒有什麼關係嘛 我因不因此 就說別人就不能唱詩了 或別人就不能講他的話了 我比較強調是說 像我自己的發言後面 我比較談到一個文化 因為我覺得無論怎麼樣 因為新生的主體出現的時候 它是需要文化的滋養 我們每一個人怎麼活 怎麼互動 怎麼樣看待世界 怎麼樣去讓自己的生命 有更豐富的內容 這並不表示說我們要去 一定要聽古典音樂才叫做比較高級 或者一定要唱某一類型的歌曲 或者買哪一型的商品才是比較高級的 我覺得我們有各自的樣子 可是我們需要的一個文化 是讓這個各自的樣子都能夠很自在 一個美食的文化 如果只能吃西班牙的菜 或者五星級的法國菜 那不是美食的文化 美食的文化是蝎子也能吃 蟑螂也能吃 有各自的樣的不同的食物的存在 而且有各自的樣子去研究那個食物 而且覺得研究那個食物 炒出各樣的菜來製作各樣的食物 是一件很值得大家學習和欣賞和享受的事 我們也能在這食品當中 有人去談談健康美食 有人去談很罪惡的美食 有各自各樣的說法 而讓這個食物的文化能夠很豐厚 那我也希望性別的文化是這樣子 是一個很豐厚的文化能夠去欣賞彼此 那我們此刻不是沒有性別文化 不是沒有化性別的主體 不是沒有化性別的文化 我們有只是這樣的一個文化是非常孤立的 是非常被排擠的 是抓不到資源的 我想找一首歌 我想找一個小說 我要花很大的力氣 我想要跟一群人在一起 能夠很自在地談的時候 就算我們今天有最漂亮的人坐在一塊兒 大家都不覺得很自在地能夠說話 這裡其實顯示了某一種文化還沒有形成 某一種文化還很單薄 還很隔閡 那我覺得我們不能把性別事實 只是當成一種願景 或者只是某種人才能夠想的事 我現在就要 我現在就要一個跨文化的世界 我現在就要各式各樣的跨性別的主體 出現的時候大家都很欣賞 我雖然可能第一眼看的時候 我會眼睛大了一下 瞳孔張了一下 可是下一秒鐘我會說 我怎麼沒想過原來人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出現方式 原來踢前面可以加這麼多形容詞 剛才我講了我們不是貼一個標籤 我們要貼很多很多標籤 但是我們不受限於一個標籤 我們還要創造更多的標籤 所以我們描述自己的方式 它更細緻更小更能去關注 我對於標籤的某種驗法 其實是來自於它太簡化了我 因為我有很多很多複雜的東西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那一個標籤的話 我一講出來說我是女生 每個人都會馬上說 好好好 所以女生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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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就是這樣 我對不起 我跟別人不太一樣 因此我寧可大家用比較更多的字眼去描述自己 把自己的很細緻的東西都講得出來 而這樣的一個願意去描述而膽敢於描述 就是說在這個場子上都會很自由的流動 就要在於說我們大家會不會很介意 別人跟自己不一樣 或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那那個文化我覺得是我們此刻需要去創造 那個創造不是願景 是我現在就要的東西 我不能等 蓮華寶去了 我接著何春瑩的話來回憶一下 就是我覺得對嘛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一個樣子 那我要講的是 其實不一樣是很有魅力的 就說常常有時候在一堆人裡面 你好像總之會去注意到 那個與眾不同的人 或者那個感與眾不同的人 我覺得那個感很重要 就是與眾不同 有時候就偷偷藏在心裡 表面上要跟大家一樣 可是其實因為也藏不太住 所以表現出來就是又一樣又不一樣 一種滿刻意的 不是很有自信的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確實可能不太有吸引力 我覺得有一種吸引力就是 我把我的不一樣很自信的 或是自在的就是現在因為我要 我把它表現出來 我覺得常常對我來說 那個是充滿了一種帶著慾望的吸引力 就是你很能夠感受到 那個對你的強烈的召喚的可能 大概有些人天生就要有點白癡一點 就是說要能夠被召喚到 我覺得我就是那種很容易被召喚 非這種很刻意 一直心被召喚到的一種人這樣子 所以我滿能回應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其實在費蕾絲描述他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不斷地談到類似這種 因為他真的跟人很不一樣 他從小到大就一直被問 你是男的是女的 可是他沒有一個框能夠擺得進去 可是他的不一樣 其實散發出一種過人的魅力 就是簡直很難形容的一種魅力 我覺得其實是 如果能夠有支持的力量 然後把自己的那個不同調展現出來 我覺得其實那就是很多調子 就還好 對不起 我要接王萍的講 可是王萍的還有一面就是 我們還需要有能夠看到 那個不一樣的眼睛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人 他覺得自己很頻繁 可是被能夠看到他的那個出色的地方 的人看到的時候 他是這麼的 這麼的不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做這樣的夢 就希望有一個人能夠看到我是多麼的不凡 我是多麼的有魅力 多麼的能夠吸引人 可是你知道那個看到 白玉米一直在講說 蒂安波的生成是一個文化過程 一個社會化的過程 我們每一個人看得到 或者能夠表現出來 這兩種都是能力 而這種能力都不是天生的 你是怎麼樣去表演自己 怎麼樣去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表演你的性別 表演你的魅力 這是需要學習的過程 這是需要文化去滋養 要你周圍的環境說 需要試試看 穿那個樣子不好看 來換這個樣子 或者說你還沒穿過這種 再試試看這個樣子 要有那樣的一個嘗試 就是它很開闊的這樣一個文化 然後也要能夠去看到人家的不一樣 而不是說有好噁心 相反的你會去看上說 其實有一些很奇怪的一個魅力 我昨晚遇到一個穿女裝的男人 然後他就說我其實很像家庭主婦 我怎麼看都覺得他很有魅力 因為他有某一種男人 一個經過歷練的滄桑的男人 然後穿著女裝的時候的那種魅力 那很難講 就是你要開始看到他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跟一般的家庭主婦很不一樣 某一種東西是需要你去調教你的眼光 那個文化是什麼 文化不是已經存在的東西 文化是一種調教過程 那你去認識這個被調教的過程 去操練這個調教自己 也調教別人的過程 我覺得這就是文化 那你就這個就不算是願景吧 因為我們就在創造我們現在的文化嘛 好 不知道大家現在還有沒有其他要分享的 或是要談的 好 那這樣請問一下 現在我們 我們去跟一切體制去爭一個東西 我想知道你們的 來來 你看到我們呢 現在是要去爭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是我們去先去爭做別人 來認同我們替國的這個女同性別 還是說我們 我會覺得滿難理解 為什麼我們不跨大陸一點 就直接去跟一切體制說 我們根本不要分 我也不想說自己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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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這樣 那你想要了解我的性向 你還要了解我啊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為什麼不用酷而去 尊重反主流的東西 那 為什麼還要用 踢國和女同性這個名詞去爭 那 我是 欸 像我剛剛比較不懂 為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會覺得 如果說今天我們爭到了一個 踢國體制 我們好像異性練理智 來認同我們說 欸 我們是這樣 踢國這個體制 我們爭到了 那今天就要這樣 又有一種 更奇異的一種性向出來 然後又來去 跟你們踢國這個體制去爭 那 像是你們那時候又要去 進行一種小五個工作 就是 你已經建構出一個 踢國體制了 那又要讓一個 更 更 更另類的東西來跟你爭 那為什麼 我們不一開始就是說 我們就是不分啊 怎樣怎樣 那 那為什麼要去搞一群 踢一群國去爭 為什麼不搞 不搞十個人 譬如說十個人都不一樣 那一個是 十個人可以趕緊 就是說 一個戀頭 一個戀腹 一個戀腹 那一個是 欸 一個怎麼樣 那我們全部就是說 我們就是不分啊 那我們 我們明天我們不是佛大 那我們今天要爭的東西是 是不分啊 我先回應一下喔 我比較想換一個角度去回應他的問題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用踢婆去爭 我比較想問的是為什麼不 Why not 就為什麼不可以 就為什麼 就是用踢婆 如果是我們用 如果你的理解是我們用踢婆去爭 也不知道爭什麼 或是我們是不是只用踢婆 就是說如果這個問題是照你所講的話 我會覺得欸為什麼不啊 這樣有什麼問題是不是 就是說是爭不到東西呢 還是爭到東西有問題 我覺得我第一個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我會想喔 其實好像現在我們變成在爭一個 異性戀社會認同女童性戀裡面 有踢有婆 我覺得是這樣嗎 不用啊 因為踢婆已經存在了 如果從丁乃菲所說的 在美國早期的歷史 都已經看到 活生生的百年史都有看到 儘管百年史說它是化石 但是它存在啊 所以不用爭 不用跟異性戀社會爭說 有一個東西 在女童性戀裡面叫踢腳破 因為已經存在了 你隨便問身邊的人 一定有人會說我是什麼 甚至也不用去爭部分啦 因為部分也存在啊 就是我們現在酷兒也不用爭 因為酷兒也存在 就是這些都不用爭 所以我比較不是很理解你的問題是 我們用什麼去爭什麼 那就是可能 就是我們可以共同討論 我們要爭的是什麼東西 那我就如果回到 原來何春學 這是我的理解 我覺得我回到原來何春學 談論也是在強調 就性別是詩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是希望創造 也不是創造 我們希望去要屬於我們自己的空間吧 每個人可以要屬於自己的空間 但是在去要這個空間的同時 就是知道自己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那我也不覺得 我們現在在創造踢根婆 我覺得踢根婆就已經存在 從歷史中 從現在 從我們身邊的人 不管我的選擇是什麼 可是它這個具體的存在 就是有這些人 貝雷斯寫的這個小說裡面 所有的T啊P啊Transgender 然後跨性變性 這些人都是具體存在 不只是他有名有性喔 我說他是具體存在活生生的 就在我們身邊的 所以我們沒有要搞一個東西叫做T 然後說你們叫T 然後搞一個東西叫婆 你們叫婆 然後說你同性戀要用這樣來分 我們沒有創造這個 我們也不可能創造 就是它已經存在了 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 那我們就用我們來爭嘛 就是要你要的東西 來讓這個東西是施的一部分 我覺得我的理解是這樣 為什麼不全民一起進攻總統府呢 再回到白人一直在強調的一個 主體的出現是一個社會過程 如果今天已經有無數的變態者出來 要告訴你們說你們居在這裡 你們婆在這裡 告訴你我什麼什麼我也在這裡 如果這樣的話 大家一起排隊走嘛 問題是說在目前來講的話 可能女童之文化裡面的自我定義 和自我的定位發展的程度來講 要比那一些所謂的 比方說戀童的或者戀族的 或者戀各式各樣東西的人還要更清楚 也就是說其他還有一些性別處理 現在還躲在那個小小的自己獨自的空間裡面 還沒有那樣一個語言來說我是什麼 也沒有那樣子一個團體一個空間 然後大家來談我們彼此之間要認識 我們要做些什麼 我們創造一些什麼樣的一個文化出來 那如果說大家都一起去 那你說為什麼乾脆就大家就不要分 我們不要說這個這個這個一些標籤 我們大家一起不分 不分是一種模糊一種抽象一種籠統的做法 那個面目的模糊當中 模糊其實很難講出那個力量來 我們也一直在強調說很多時候 看到自己的獨特性 而把那個獨特性能夠講得清楚 說得明白還能肯定 那是一種力量 對 此刻我就是第一 我就上場了 我不管你們ready了沒有 你們其他的人要不要上 我的壓迫我已經切身感受 我就上了 我就此刻就出 我打多少算多少 你要等到全民都覺醒 不知道什麼時候啊 我已經說了有一些人是不能等的 有一些人不覺悟的 有一些人不想 有些人說算了我就吃口死一輩子 可是有很多人告訴你說 對不起我就是要這樣 穿打扮成這個樣子在街上走 其實在路上走的時候 被人問問問問問 進廁所的時候被人趕來趕去 這樣子一個感同身受 每一天都發生的事情 讓他知道他的疾迫性 他已經有足夠的主體性 足夠的語言來標示自己 為什麼不要標示自己 當然標啊 我現在就來先打再講嘛 那至於其他的主體 有一些辦法會出來嘛 像近年來第三星公關 前一陣子吵了以後 第三星公關成為一個 可以自我認定的標籤 這種標籤是一種說 我是某個位置的一個很強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有一些人現在就願意打了就打了 他不必要等到所有的人都出來 革命不必要等到那一天 我現在就一點一滴的做 現在就開始營造自己的文化 把自己養得豐厚一點點 你覺得這個蠻好的啊 至於說有些人說你要強調不分 我其實有點覺得這個不分不分的話 有的時候可能只是對內部講話 你站到了壓迫者的面前的時候 當然分 我跟你壓迫者就是一刀二分 你就是那個很正經八百的 我就是跟你不太一樣 至於當內部形成的 比如說你說後面有新的主體來 那個新的主體又會說 結果你們現在不是革命的前鋒了 現在我們戀物者 我們練什麼者 我們才是這個咸豐 我覺得像這一類型的說 大家要去搶我要做什麼樣的位置 而不是去想說我要有形成什麼樣的論述 有什麼樣的抗爭的策略 這樣子的一個抗爭運動的文化 本身也要去調教 才不會說我們一天到晚起來起去 好像大家搶椅子一樣 只有一把椅子看誰能夠搶得到 至於用爭這個字 我用爭指對那個我的敵手 對於那個壓迫我的那個力量 我會說我要去爭取我的空間 我要爭取我的發言權 但是對於跟你站在同樣的位置上面 類似的抗爭的主體的時候 我不會用跟他們爭 我會說大家分享 大家聯盟 大家一起來搞 你不必用爭這樣一個字 有的時候爭這個字是 是那個已經坐好位置的人 才對那個要搶的那個位置的人說 你爭什麼 就像現在男人對女人說 你們女人爭什麼爭 搶什麼搶 一樣的道理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字聽起來 好像是一個很進步的抗爭的符號 可是有的時候會有假設一些發言的位置 因此到底台灣的這個性別解放運動 會發展出什麼樣的一個運動文化 運動倫理 彼此之間怎麼對待 這都需要時間 需要互相互動當中 去形成那樣的一個文化 它不是一蹴而成的 這個也是我一直一直強調 我們不要認為我們有一個身分以後 我們就知道怎麼活 對不起 就算是我今天覺悟說 對 我是個T 可是T怎麼活 T到底跟周圍的人怎麼互動 我覺得那個部分都還需要一些 別人的經驗的交換 今天當我認定說我是一個女人 我有我的情侶自主的能量 我願意要追求我的情侶的時候 怎麼開始啊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跟別人互動 我覺得這一部分都是需要 有更多的文化材料文化資料 來讓我們耕耘 也因為這樣子我們要談的問題 絕對不是說到底什麼是T 什麼是佛或者T和佛要怎樣 我們還要談像我後面談到的 我說我們就絕對不能讓人家 去打殺色情材料 因為那是很重要的文化資源 我們不能讓別人只去寫某一類型的小說 而不讓別人寫別一種小說 像最近大學校園裡面 大家很流行寫情侶小說 才剛剛冒起來幾本有幾個得獎的 然後就有很多人在報紙上寫專欄就說 哎呀 情侶小說夠啦 大家不要只寫情侶啊 我們應該有更寬過的文化視野 好累啊 我們才爬起來一點點 還沒坐到椅子上面 他就說再就說我會递下去 文化是需要有更多更豐厚更多元 有更多樣的素材 才叫做文化 才能有辦法滋養出來一個比較豐厚的生活 才能夠想我們長遠的日子怎麼過 今天各位只有十幾二十三十歲 前面還有三四十年 作為一個五字命師T或者活 或者是什麼什麼那樣的人 這三四十年又怎麼活 我們跟周圍的人怎麼互動 我們的人生怎麼樣走 都可以有很大的空間去談 去營造 去耕耘 去塑出來 我們想要的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可是那樣一個塑造的工夫 要在一個比較寬闊的空間當中 一個不是只有質疑而能夠欣賞 能夠創造的這樣一個環境當中 而不是說我做一點點事情 我就馬上要被質疑說 哎 你是嗎 你真的嗎 你真的這樣子 你不覺得很危險嗎 你不覺得這樣子會有一個很狹感嗎 你這樣是不是運動路線上面是可以的 我覺得質疑是要針對主流啊 對於同志之間 對於戰友之間的話 多多的去理解 多多的去溝通 多多講話很重要 所以每次在場面 很多人不講話的時候 我們是覺得很納悶的 那我們怎麼形成文化 你以為大家我們這樣看看 結果心意會相互嗎 不會 當然我講這個話的意思 可能是因為我比較老了 老的人比較知道說人世間是蠻複雜的 不過你們那邊追人追了半天 失敗很多次或被甩很多次 也應該蠻清楚的 就是世間是很複雜的 真的是很複雜啊 很挫折的啊 沒有人說你認定你是什麼身份以後 你一生就一帆風順了 沒那種事啊 你還是要去慢慢去認識 開始體認到這種複雜性 這種挫折性 而知道在這樣的傷感當中 還能唱出很美的藍標詩來 那個才是人生嘛 好 那台上的是說還是把時間保留給大家 看有沒有人要談一些其他的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想法要分享 互相支持的 那個王萍在一開始有提到說 像一些婆你覺得是選擇的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有點疑異 因為我是知道說 有些女孩子她其實跟兩性交往都非常如一得水 那我覺得對那種人而言才有選擇的問題 因為她在兩邊她都很快樂 可是其實對很多T或者是這圈子裡頭的Lesbian 她們只受到同性就是女性的召喚 就像你剛剛那種說法 所以我會覺得等於是一種無可選擇 所以那像那個我看那個藍膠石長T裡頭 那個費雷斯原本有個女朋友叫做Teresa嘛 那後來費雷斯她決定說她要開始注射男性荷爾蒙之後 Teresa就不肯再跟她在一起就離開她了 所以其實我看到那邊我覺得有點難過 也就是說費雷斯這個人她沒有變啊 她也是這樣 可是她現在可能注射男性荷爾蒙她也沒變性 她可能多了一些鬍子 她女朋友就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可能又把你們剛剛話題拉到比較小 就是說如果在這社群中很多的人 她搞不清楚真正活在哪邊 然後她們也追求不到她們所謂個人的幸福的話 那她可能就會灰心上肢了吧 就沒有那麼多力氣去跟外面鬧爭 就說在這裡頭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已經就說得到她的幸福 然後看到每個T都看到很多婆在那邊 願意好像等著她去追求 我是說我看到很多人好像他們常常就說婆婆到底在哪裡啊 就是這樣子 然後像那個以前很早期一本那個 講女同志的書女兒圈嘛 她裡頭就一個那個比較老的uncle就說 婆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追到的女人就叫我婆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怎樣 我覺得有時候還是會回到我們個人的問題 因為我們每天生活 你還是會覺得說 那我的幸福在哪邊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先講那個選擇的部分 我為什麼說選擇 我不是說沒有慾望 當然有慾望 可是什麼是沒辦法的事 我有點原來是談的是這個 就是說如果說沒辦法的事 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 沒有任何的其他的可能 可是我要去選擇的原因是 你可以對有些女的來說 因為沒有說她是替我婆婆 對有些女的來說 她選擇跟女人在一起 這是一個選擇 但是她同時也可以跟女人在一起 可是她不覺得她是跟女人在一起 這是另外一個選擇 沒有 我會覺得我強調選擇的部分 有點是比較是說 我要不要站在這樣一個位置 然後去為自己要求什麼 是這個部分 那你剛剛說那個慾望 我也覺得對啊 我們之前就在談很多慾望 比如說婆慾望 就像Amy講的那個 比如說婆慾望T什麼 那我們也可以很準確地去描述那個部分 然後婆沒有被看見 那婆怎麼樣被看見 然後婆說自己是婆 其實就是這種被看見 或是說在社群內其實蠻多人的 如果說在社群內就比較容易被辨識 可是在社群外就不容易被辨識 沒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會覺得其實空間越來越看 開放的時候 婆可能相對也會讀我 就是我可能只是想回憶一個 就是那個選擇 我的意思不是說 婆可以選擇跟男的或跟女的 而是說她選擇說自己是一個婆的 那個選擇 就像T我也是說 她並不是長得像T 她就是一定是T 她好像要覺得自己是T 她才會是個T 不然她會覺得 我只不過是喜歡一個女的 甚至我只不過是喜歡她 她也不一定會用女人來辨識 其實我不知道我講的是越來越模糊 我大概是那個意思 就是說我說的選擇是一個 有點像一個立場的位置 覺得放在那個戰鬥位置上的選擇 找對象怎麼會只有妻婆有困難呢 所有人都有困難 因為老實說台灣你不要說 不是個性解放的世界 台灣也不是一個愛解放的世界啊 要追求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想說 要不結婚 條件如何 家裡會怎麼想 別人會怎麼想 考慮好多啊 追求人真的是蠻難的 找到一個對象很難很難 可是這個跟我們整體的愛情文化 也很有關聯啊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從小也沒有被調教起來 怎麼樣去追求一個人 或是怎麼樣去表現自己的吸引力 你看我們如果稍微打扮一點的話 每個人就講說你看不要太虛榮 不要止住表演的功夫 我們要看內在 所以每個人都精靈內在 內在到每個人都重近視也很嚴重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樣色彩上怎麼搭配 我們穿衣服怎麼穿 我們跟人怎麼樣來談話 我們怎麼樣去表達我們的關愛 我們愛情文化本身就是蠻單薄的 這個跟妻婆的這個特別的困難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因為真的是整體的文化裡面 對於情愛的表達是蠻少的 那我覺得現在有一些發展 比方說現在有很多的少女雜誌 在教大家怎麼佩戴衣服 怎麼穿衣服 當然她的風格可能不是你要的風格 可是我們要那樣的文化耶 我們比方以後搞不好就出T雜誌 有一些什麼樣的裝扮 哪裡買到便宜的東西 搭配起來是怎麼樣一個型態 哪裡剪頭髮很好 各式各樣的這種 這種叫做文化 文化就是日復一日每一天 生活中最瑣碎的小事 我都資源很豐富的知道可以去挑選 我可以知道哪裡可以挑到便宜貨 這種方式 所以如果談說是不是T雜誌追求 要特別的困難 我覺得那個不是 不單單只是說人數的多寡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整體的文化裡面 對於愛情 對於兩個人的情愛交往是怎麼看法 以及我們個人自己 是不是有很豐富的情愛的經驗和感受 也都是關鍵耶 你千萬不要以為說一個T雜誌 我看來一堆婆就會樂死了 我覺得不是耶 因為人哪是這麼樣子 這裡面的假想其實是覺得說 T雜誌是那種情侶豐富的人 只要是婆就要啦這樣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是真的是這個樣子耶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口味 就是我看哪個人比較順眼 我看哪一個人談得比較起勁兒 這個文化裡面如果有比較開闊的風氣的話 其實會使得我們可遇的品質 能夠有更多樣的發展 那現在的話 王平說大家一般則偶都在看三高 那搞不好有些人看的不是三高啊 他看另外一些東西 可是那些東西呢 一出來我說我喜歡這樣這樣這樣的人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告訴你說 你這個人不務實啊 那樣子的人未來不可靠啊 或者他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從小都收到過很多很多這種的訊息 比方說你如果找對象 對象腳不能太小啊 因為站不穩 像這樣這種都有 就是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去告訴你說 要什麼樣的人是desirable 是可遇的 要什麼樣的品質 像我比方說一聽到女生找男生的時候 女生都說我要那個比較高的男生 這種就是這種可遇品質 沒有人去欣賞那個矮的 那矮的怎麼辦 在情侶的條件上面 在情侶市場上面不吃香的人 會常常的感受到這種 好像我找不到的人 或者我不被人看上的那種感覺 這裡的問題一方面是出在於說 我們的文化不夠開闊 以至於我們對於可遇品質的欣賞 還太狹窄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我們個人 有沒有被鼓勵去培養 去調教我們的可遇品質 創造出這個心的其他的一種可遇品質 也是問題之所在 老實說啦 真的有一些人的話就是他從來就覺得說 我就這個爛樣子 然後就應該天下有很多人喜歡我 那你的挫折感也是有的時候 我也可以理解啦 要喜歡一個人 要讓一個人喜歡你不是不花力氣的 愛本身就是很花力氣的事情 所以這方面如果你不炫意去花力氣 你說我不屑於去獻小殷勤 我不屑於去表現我的官號 我不屑於去嘗試寫點爛絲給他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come on 你喜歡我 你到底怎麼個表現法嘛 你還是那麼窄窄窄窄窄的樣子啊 你能不能讓我知道一下 或者你用什麼方式來表達 很多人都告訴你說愛情是一個功課 去看看無淡人的書 然後把細節換一換 你再考一下嘛 這是個文化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不同的方式 來嘗試彼此的互動 來讓自己對相處的方式 能夠更為有情調、有那個感覺、有氛圍 這絕對不是說只是一個個別的問題 或者一個只是踢柏的問題 它是整體一個大文化的問題 這部分的話大家都要努力啊 我們常常努力大家說 喜歡誰就先上上看 有些人就說我不要不好意思 萬一他拒絕怎麼辦 拒絕怎麼樣 趕快到下一個知道這個沒希望嘛 這個嘗試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試過 你才知道這個人不必再配心了 換別人吧 可是我們的語言當中就是說 你看這個人學性養花 或這個人心不定 或這個人怎麼亂追啊什麼之類的 常常有很多人罵T的亂追你 或者罵婆水性養花男的女都要什麼之類 在這個情感的世界上 本來就應該有權利去嘗試很多 有很多很多的經驗 然後才讓你自己的生活能夠長久 我跟所有的人的那個情愛的場合裡面 都講同樣的話 我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真的希望引到一個長久的關係 請問你 你到底有什麼樣大的這個豐盛的資源 好讓那個人可以愛你 喜歡你三、四十年 你有什麼? 你要拿什麼讓那個人喜歡你? 你問自己這個問題啦 先別再說那個人怎麼不喜歡那個人? 先問問看你有什麼東西來吸引一個人 很久很久很久的喜歡你? 你有什麼樣豐富的知識、生活、經驗、興趣 能夠讓別人喜歡你? 不要把責任推到說因為我是T或因為我是婆 你沒有去營造你的身體 沒有營造你的趣味 沒有營造你的那個可遇的那個品質 創造你自己獨特的品牌 你就沒有權利去怪說 都是這個社會封閉我 你做點事情去改造嘛 你做點事情去創造那樣子 一個可遇的形象嘛 我不是說這樣 你包裝成某一個那種 人人都喜歡那個樣子 昨天晚上我跟那個男人 跟那個穿女性服裝的男人講話 他就講說 他說對啦 我也是這樣 我就很早就認識到我永遠沒有 我無論怎麼穿都不可能是鍾楚紅 因此大家也開始認識到這個 說你不可能每一個人不可能